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对应的三财童子五十三餐到这个九地 那一个是第九地上会地在第四册 第四册的447页 那到这个第九地呢 是对应这个兰匹尼林的这一位妙德神 这个妙德神在第八册的202页 这我们上次上过 是不是 对我们上次讲这个妙德神 那这个妙德神在202页这个地方呢 他讲他在这里是 这是兰匹尼园嘛 是现在大家都知道 这是佛陀的降生之地 那佛陀降生之地呢 这是为什么他会选在这个地方 到现在我们读了华严经才知道 原来是兰匹尼林的这个神 他发愿说 虽然就是我们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很美好的原地 可是我最希望怎样 佛陀可以在我这个花园出生 所以他说这是他跟他过去 这个久远来的愿力有关 204页 204页这个地方呢 他说我所修的法门呢 所以我们如果要生在一个好地方 或者是要生到一个好孩子 就是我们要 第一个是投生嘛 一个是迎接新的生命 那就是我们当然最希望自己住在哪里 住在佛陀的家 受生如来之家 那我们在这个世间 就是我们出生的方式是什么 胎生 卵生 失生 化生 有色无色 有想无想 那但是大部分都是四种 这种胎生 卵生 失生 化生 那如果我们是胎生 我们有父母 是不是 所以人是胎生 有父母 我们要从母胎受生 那母胎受生呢 母亲的身体 他本身就是我们要住在那个地方 怀胎十个月 九个半月 怀胎十月 那其实这里面呢 就是一种苦 就是因为我们就住在 等于是做了什么 胎狱 就做了十个月的这个牢狱 哪里都不能去 母亲吃什么 我们就要跟着吃什么 对不对 那如果母亲喜欢吃冰的 我们又没有穿衣服 所以等于就寒冰地狱 那母亲喜欢吃辣的 那这个于潜式地论里面就讲 这个小孩子 如果这个出生的时候呢 全身都是红的 这个妈妈一定喜欢吃辣的 或者是呢 这个喜欢吃咸的 那就会影响到胎儿的 这个生长成长 还有最重要的是母亲的这个情绪 他的情绪呢 如果在这个生产的过程 怀孕的过程当中呢 有很多的波折 很多的烦恼 那这个同样的 这胎儿就在这个地方受苦 受到影响 所以我们常常在讲这个胎教 胎教 那胎教呢 常常很多人强调的是吃的部分 但是我们在佛法里面讲的胎教 就是非常重要的是 如果你在这个受孕的过程当中 都是以正念 或者是以这个菩萨的这种心 那就会怎样 就会迎接这个菩萨 养成一个菩萨的出生 所以他这里就讲到十种受身脏 第一个愿常供养一切诸佛 第二个要发菩提心 第三个观诸法门勤修行 第四个以身尽心普照三世 第五平等光明受身 第六生如来家 第七佛力光明 第八观普至门 第九普现庄严 第十如来地 那他这个整个这十个法门呢 等于就是养成一个人 从不是佛 然后呢 发了菩提心 到最后成就 叫做入如来地 那所以呢 其实他在讲我们的法身的养成 所以菩萨受身上呢 除了我们的 现在有一个肉体 好像这个慢慢就会长大成人 他其实最主要在讲我们的菩提心成熟 到最后成就菩提果 就是这十种葬 那这个兰比尼灵神 这妙德神 他就是说 有这个菩萨的这种受身 那二百零五页这个地方呢 他就开始来介绍 说什么叫做常供养佛 什么叫做发菩提心 那这其实前面呢 我们在学华严经的过程 他其实就是一直不断地在教我们 要如何掌养我们的菩提心 那最重要的是 我们来学习这个华严经 就是心里面 是希望自己可以成佛的 那只是我们如何圆满自己成佛的 这一条路 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所以到了这个善才童子呢 他参访到这个妙德神 他就教他这十个法门 这十个法门到 那我们来看二百一十四页 二百一十四页这个地方 他讲这十种受身呢 若菩萨摩赫萨 与此使法修习增长 圆满成就 就是第一个我们要练习嘛 就是我们在修的过程 就是有时候呢 自心会忘记 就是啊 这是不是已经修好了 做一次够不够 不够圆满 那就表示 第一个就是练习不够 第二个方法不对 所以呢就是这个修跟习呢 一方面是学习练习 然后二方面呢 要调整修嘛 就是调整 然后呢 要让自己呢 时时刻刻在增长 在增长 然后学习新的知识 然后学到什么 学到圆满 你看我们 这个昨天呢 师傅刚从日本回来 那为什么在带队去 去看一个展 那这个展呢 是这个新媒体 所以就是我们要 用一个新媒体的方式 来呈现滑张世界 那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很多人 他其实 对滑张世界 我们在读的时候 有很多的想象 很多的期待 但是很不具体 很抽象 觉得这是一个 不可思议的境界 很难呈现 那如果呢 真的要盖实体的道场 恐怕我们有生之年 要去找到一个岛这样 是不是才足够 对不对 然后每一个殿堂呢 就每个殿堂都是 这个滑张世界的 这个殿堂 层层无尽 那不管是人力 还是物力 都是相当大的一个 这个考虑 所以基本上呢 没有人敢想 这件事情 可是因为现在 有一个新的媒体 就是什么 声光 乃至于呢 这个 这个投影的技术 3D 4D到5D了 那我们呢 可以就是考虑 用这种方式 所以就去看了一下 发现 哦 原来呢 这是 真的是要行菩萨道 我们要不断的学习 就是 哦原来 这个投影的效果 可以做出 这种实体 所以现在有很多 虚拟实境 那虚拟实境呢 如果真正的把 我们这经典里面的 这些境界 把它真正 让呈现在 让大家 可以胜利其境 好 那这个滑张世界 的这一步 这个 这是什么 这个叫大作 那我们可能 在有生之年 是可以 真正的去体 体验到 叫做滑张乐园 对不对 滑岩乐园 那 那其实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因为我们在读经的时候 是平面的 然后再加上 自己的想象 那各位 我们经过 很多生活的折磨 基本上我们人生 其实已经很 没有想象力了 甚至于呢 那个年纪大了 就是啊 我就念佛好了 去极乐世界 要知道 去极乐世界 是要观想的 有没有 是也要知道呢 那个七宝杭树 是长什么样子 所以其实我们 我们其实 在这个心里面呢 有一个 华藏世界 它是美好的 只是我们 很少把它拿出来 试用 很少拿出来 但是我们现在 在送华严经的 那送华严经的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的心 其实渐渐渐渐 就越来越开阔 所以 当我们来看 一个菩萨的一个成就 它是怎样 要不断的学习 要不断的突破 自己的限制 那这个展的名称 叫做五疆界 打破疆界 那既然打破疆界呢 那表示什么 表示我们的心 是可以到无限 那无限 那被局限住的是什么 被局限住的 就是我们自己的我 我执法执 所以我执法执呢 导致我们的心 不能够开阔 那当我们的这个 我执法执呢 用某一种方式 来突破它 到最后呢 送这个华严经会进入什么 重重无尽 就是层层相叠 光光相照 人跟人之间是怎样 是能够这个 怎样 事事无碍的 所以这里面呢 就是这个修习 这件事情呢 我们一般 学习佛法 刚开始是要 破除自己的习气 打破自己的执着 但是呢 到最后呢 就是人跟人之间的相处 或者是我们的 任何的一个发展 都可以到无碍 到自在 好 所以呢 这个叫增长 增长到圆满 圆满就是成就 成就就是圆满 所以则能于一庄严中 献种种庄严 所以原来 同一件事情 就是 这个色顺相会触法 这个事件 大家其实都有嘛 好 是不是 你可以看到的颜色 你也看到 我也看到 大家都看到 然后我们听到的声音 你也听到 我也听到 大家都听到 可是因为呢 每一个人 就像这一道一道的菜 同样都是素材 为什么有的人煮出来 就是很符合大家的口味 有的人煮出来呢 就要很有修行 才吃得下去 所以呢 是不是 就是不一样 就是因为这个巧妙不同 巧妙不同 所以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是能够 于一庄严当中呢 能够创造无量的庄严 所以如是庄严一切国土 开导事物一切众生 尽未来节 无有休息 所以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发现 原来菩萨 他在成就 菩萨道 好像我们是在成就 别人的成就 别人的圆满 好像帮助别人 其实我们是在 圆满我们自己 提升我们自己 好 那这个兰匹尼灵神呢 他说如果我们能够圆满这十种受伸 身障的时候呢 就可以产生这种殊胜的功德 好 那到218页 218页 这妙德神他讲 他说菩萨拒子使法 生如来家 最后一个叫做 就是入如来地 那我就是在这个世间的一种 那个遇到我呢 就会成就他的圆满 所以他说 善男子我从无量节来 得是自在受身解脱门 好 他说这个是 什么样子的殊胜的内容 境界到底到哪个程度 好 那 他就回答 他说 第一件事情 就是 凡事一切 要发愿 凡事一切菩萨受身 投胎 我们要投胎前 就要知道要先怎样 以后我们投胜之前 我们要先发愿 对不对 要到哪里去 是不是 所以我们常常说 往生往生 是真的是好事 对不对 因为我们现在 要结束我们的苦难 要去疏散的地方受身 所以 比如说我们在讲这个 极乐世界净土法门 那就是我们的心是什么 就像莲花一样 化身 就是他会 我们的心呢 心里面有一个清净的种子 然后呢 这个 他成长了之后呢 就是 好像在变化 所以我们去看这个花开 花开 其实你没有看到他任何的 这个 就是 没有 你没有办法把他剥开 他自己就会开 你把他剥开 他反而会 开不了 是不是 所以当他时间成熟了 他就一点一滴 一点一滴的 他就会打开 打开 那我们的心也是 你提前呢 一直教他 说你要发心啊 你要用功啊 你要成佛啊 可是 可能吃筋都破碗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就是 给他成熟的机会 这适当的阳光 空气 水 那我们呢 自己的心也是这样 适当的佛法 适当的慈悲 适当的智慧 乃至于适当的 我们所有的 这些所有佛陀的法门 都让我们的菩提心 会成熟 时间成熟 他就化 他会产生变化 然后他就会 一点一滴的展开 所以这个妙德神呢 他说 这个自在呢 其实是 很简单的 其实当我们 着急的时候 你就不自在 当我们 我好期待 赶快有结果的时候 你就不自在 但是当你 没有期待 可能 这个 就 就叫做放弃 没有期待 只是顺其自然 该如何就如何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其实随时都有 这个惊喜在发生 所以他说 这个解脱的境界 是什么呢 我们就只要负责 行菩萨道最简单 就是只要负责 发愿 我发愿 所有的众生 都可以圆满 成就如来果 所以他说 愿一切菩萨 是受生时 皆得清净 愿入 毗如 遮那如来 无量受生海 好 那这是 这个就是他发愿 所以 其实不是他生啊 好 但是他就发愿 所有的菩萨 来受生之时呢 都能够怎样 是 有愿力而来的 然后能够来 成就自己菩萨道 而来的 好 那我们常常讲 这个世间 如果你没有愿力 你来通常 就是两种嘛 一直在报什么 来报仇的 有没有 好 那一个呢 来报恩的 所以 所以 一个是还债的 一个是讨债的 为什么 这个世间 要有一个债 这个字呢 这听起来很 很无奈 有没有 所以 以前我们学佛 常常会听到 哎呀 这些讨债鬼 有没有 冤亲什么 债主 有没有 那听久了呢 我们的家人 本来是我们的 法亲眷属 现在就变冤亲债主了 所以我们有一个居士呢 最可爱 那个法会的时候超贱 那冤亲债主的 这一个栏 全部写他们 家人的名字 我说你 你怎么搞的 你为什么要这样 他说 他们都是我的冤亲债主 我要超度他们 这样 他说 真的是 那为什么 因为我们学到 一个词了之后 我们会 把这个词 套在自己身边的人 然后 一个是犯小人 一个是什么样 这个是我们的贵人 所以其实当我们 能够知道说 其实我们的心里面 不要用这种方式 去解读 去贴一个人的标签的时候 每一个都是菩萨 是不是 我们是来成就 我们的菩萨行 这个世界是华藏世界 所以有一个菩萨来 他就是来成就 华藏世界的 某一个部分的庄严 那如果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会很期待 每一个生命的来临 他说 以惜愿力 生此世界 严福提中 难匹迷缘 专念菩萨 何时下身 是不是 所以呢 这个妙德神呢 他的念力就是 哎呀 我们期待什么 期待菩萨来下身 有没有 下一尊佛 弥勒佛 弥勒佛什么时候来 啊 现在不会来啦 他57年后才会来啦 那你这段时间来的是什么 就远情在主 如果你的念头是这样 哎呀 这个弥勒佛会下来 还是很久以后的事情 这个时代 不会有圣人 都是来怎样 来作乱的 大魔王来降生的 那这样子我们的心里面 是不是就一直在期待 这个世界就是 变成娑婆世界 所以如果呢 我们说啊 这个 我们真的是期待 菩萨来受身 来降世 那但是呢 这个也不对 因为我们都期待 别人来受身 有没有 谁来解救我们 那为什么不要去想 说既然 没有人会来救我们 那为什么我们不要自力救济呢 是不是 所以呢 他说 当我们今天 这个妙德神 其实他在发这个心的时候 他自己就是菩萨 他自己就是菩萨 他说这个世界呢 这个 每天呢 他就一直在期待 菩萨来受身 在这个世间 今于百年 世尊 果从 都率托天 而来生死 他果然被他期盼来了 所以说 我们玉佛节的时候呢 就会看到 这个 有这些小太子 小太子 我们都叫玉佛 那玉佛 当然我们在 玉佛的时候呢 我们是 希望借由什么 玉佛的这个仪式 来清净自心 来纪念佛陀 也感恩佛陀 降神 那佛陀 为什么要来 这个娑佛世界 他是被期待来的 是不是 所以 这个娑佛世界 的人 知不知道 他来 这个世间 很重要 所以我们 是学了佛之后 才觉得 这佛法很重要 没有学佛的人 觉得 这佛法没有 可有可无 对他来讲 他还没有老 所以还没有要死 所以呢 学佛干什么 是不是 我的人生 有很多很多的追求 但是呢 在这个世间呢 除了人之外 其实很多的 这种天神 或者是乃至于 有愿力的 这个菩萨 他都知道 佛陀能够 早日出现在 这个世间 是这个世间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 这个曙光 那 所以这个蓝品尼远 他就 这个神 他就一直期待 哎呀 菩萨赶快 来受神 来投神 那投神呢 金鱼百年 他果然呢 被他应念 世尊真的就 在这个蓝品尼灵神 的期待下 就来了 其实不只是这样 我们前面也有看到 那个地神 也是 还有夜神 是佛陀要成道了 他第一个 赶快去通知 但是呢 佛陀成道是 这个三十岁的事情 三十年前 在佛陀出生的时候 就已经有人 期待他来了 这个就是妙德神 那这个 这个妙德神呢 哎 佛陀真的来的时候 就有瑞相 这临终现十种瑞相 是原地 忽然平坦 忽然平坦 第二个 金刚为地 第三个呢 这个树呢 就长得非常的 非常的好 而且还排得很整齐 所以 这是 非常 庄严的 这个树 所以我们说 这个国家 我们这个国家 要美 是不是要公园 公园里面要美 就是什么 你看台北 是不是有大安森林公园 是不是 刚刚开始呢 这个最早期 有这个 公园的时候 光兔兔的一片 那个树还很小 现在经过几年 真的长得像森林公园 很美 所以这个都是我们的资产 十年树木 百年树人 那这是 这个是 真的是很殊胜 好 再来呢 还要有花 还要有花 所以你看 我们每年都 跑去哪里 全台湾看哪里有花 就往哪里去 就因为花开 代表我们心里面的 那个美好 所以我们叫花颜金 有没有 要叫法花金 都用花来 形容我们的那个美好的心 好 第六个 园中所有的树呢 还会开 摩尼宝花 这么美的花 第七 朱尺寿宝中 皆至生花 又是生花 第八呢 十此临终 娑婆世界 玉色所住天 龙夜叉 怎样 都通通来集合 庆神 有没有 这个生日快乐 佛陀 佛陀来了 为什么 不是佛陀来快乐 是我们全世界的人 都会因为佛陀生日 而怎样 有机会 离苦得乐了 听闻到佛法 好 第九 此世界中 所有的天女 乃至于摩侯罗天女 都欢喜 来供养 来供养 第十个 所有的佛的肉计当中呢 就放光明 所以这个一个世界的佛成就 那所有的世界的佛呢 都能够明白 有佛陀降生 是非常殊胜的一件事情 好 所以这是兰匹尼林 里面的瑞相 221页 此相现实 只要出现了这个现象 那所有的天王都知道 知道佛陀来了 所以这个地形罗刹 就先去通报 有没有 然后再通报到天上 那天上的 所有的天人 都很欢喜 冬天欢喜 那所以大地有六种震动 那这个就是佛陀出生的一种现象 好 221页 善男子摩耶夫人 出家皮罗城 入此临时 附见十种瑞相 那摩耶夫人 他要待禅嘛 他要回他的娘家生产 那结果呢 就看到这个兰匹尼林啊 这么美 这么庄严 那又有放光明 那当然就一定被吸引 就去了 好 那到这个地方呢 就到无忧树 这无忧树222页 的倒数第三行 这个碧落叉树 这就是无忧树 在这个地方呢 一坐下 哇 就 孩子就要生了 所以他没有回家 他就在这个林里面生 所有的人都准备在这个地方接生了嘛 在庆生了 那摩耶夫人呢 就也在这个地方 所以菩萨呢 就要降生 所以这是佛陀当时出生的状况 好 三男子菩萨将遇生死 欲界诸天的天女 及色界一切诸天龙夜叉等等的眷属都结集 好 那所以呢 产生了223页 好 什么样子的殊胜呢 就有第一个 要出生的时候呢 这个神变就是放光 放光了之后 所有的人照到这个光 就怎样 离苦得乐 所有的病都没了 然后我们现在不是 如果你的身体不太好 感冒了 医生就会叫你怎样 去晒晒太阳 有没有 要放光一下 好 然后再来223页 摩耶夫人的这个肚子里面呢 就出现了三千大千世界的景象 这是很神奇 怎么这肚子里面有这种三千大千世界 一立围成就可以看世界 好 再来224页呢 摩耶夫人的毛孔 可以就像放电影这样 可以看到这个要来出生的佛陀 他过去怎么行菩萨道 那一幕一幕一幕的故事 就可以看到佛陀的一生又一生 好 那225页呢 摩耶夫人的毛孔里面呢 就献出什么 菩萨在修行的时候 他在哪一个国家 怎么修行 怎么怎么修行 然后他的学习的过程是什么 好的 在225页中间 那这个修行的样子 修行的样子显现如来往昔 修菩萨行时 谁所身处的色相 行貌 衣服 饮食 苦乐等事 所以原来呢 这一生又那一生 这叫佛陀的本身故事 就是他的过去生 每一生每一生 他在哪里 不管他是在天上 或在人间 或者是男 或者是女 乃至于呢 他是在畜生 然后有时候当鹿 有时候呢 在这个天龙 甚至有时候在鬼道 他都在行菩萨道 然后长什么样子 在做了什么事 然后说了什么话 怎么学习 所以这是这个 太子要出生的 226页 好 那还献出 很难的 其实修行简单 但是修行要修到 彻底不容易 我们每个人都说 我在修行啊 但是你要修到什么 要修到很到位 修到能够突破我们的限制 那什么是我们的限制 难行 能行 难舍 能舍 有没有 所以我们上次呢 去这个五台山 要去朝礼什么 五台山要朝礼 文书 对不对 那朝礼完了 东西南北 还有宗 对不对 是不是 什么都没看到 只有看到文书菩萨像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我们坐车嘛 那在五台山呢 人家真正要朝拜文书 我有一个师兄啊 前一阵子从五台山回来 他是三不一拜 三不一拜啊 所以说三不一拜呢 就是他说 为什么他要这样 因为他看到 虚云老和尚的年谱里面呢 从普陀山 朝山 朝到三年 朝到五台 三年呢 九死一生 为了报母恩 那朝到五台的这个滑顶的时候啊 他就看到那个佛光 一盏一盏的那个灯呢 就染染染染的上升 那个大雪风山 可是那个灯呢 竟然可以上 这样子在半空中 这个虚云老上的年谱里面 就写了这样子的一个记载 那我们这师兄呢 他看到了之后 他说 这个我要学虚云老和尚 他就三不一拜 这拜了 这个五台 五个台 他就这样子拜 果然他就看到了 然后我就听到他这样讲 我说 果然我就没有看到 哎呦 就坐车的嘛 坐车你看到什么啊 是不是 难行 能行 他就会看到不可思议 我们怎样 我们就是 难行 那就不用行 所以你就永远不可能 有没有 难舍 怎样 不能舍 你就不可能去突破你的限制 所以修行呢 要修到什么 这里的226页 你看摩耶夫人呢 他说前面讲的这个 我们也会啊 是不是 我们会去各道轮回 轮回我们都 同样都一起发生 有没有 你轮回我也轮回 大家半斤八两 只是轮回了之后 做什么 菩萨的轮回 每一世 他都是来度众生 我们的轮回 每一世 都在累积 我们下一次 再轮回的因 继续再搅下去 是不是 所以我们就要 知道了这件事情了之后 就要决定 好 那我开始要不一样 我要学佛嘛 所以佛陀呢 他说 诶 世尊修 失 布施的时候 怎样 舍 所难舍 最难舍的是什么 你的头啊 有没有 木啊 耳 鼻 唇 舌 牙齿 我们在十回向的时候 有没有 眼睛要不要布施 要 耳朵要不要布施 要 眼睛布施 我就没有眼睛了 是不是 所以有两种眼睛的布施 第一种 你如果 眼睛能够最厉害的就是 人家需要眼睛 你就把眼睛给他 那我们舍不得 对不对 好 那至少怎样 不要给人家白眼吧 齿眼也是一种布施啊 是不是 齿眼是一种布施 好 舌头 我没有办法 说佛法 但是我至少不要说坏话 这就是舌的布施 是不是 舌头 讲 不要讲 无意之语 身体 不能够全部 通通捐给 一切的众生 是不是 割肉未因 很困难 那我们至少怎样 这个 出出劳力 是不是 然后呢 帮忙一下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 头目脑随 先练习 先舍掉 好 舍掉自己的执着 好 那再来呢 男女 妻妾 诚意 宫殿 衣服 阴落 金银宝货 这个很难舍的呢 我们开始练习 从小小的布施 舍舍舍舍 舍到最后 其实我们呢 早晚都要舍掉啦 只是在最后 不得不舍的时候呢 你就很痛苦 好 那我们就怎样 把这些 全部通通都当成什么 就是我们要供养佛嘛 供养一切众生 那你就 心里面就有不一样 就交换 然后交换什么 把这个 不坚固的 换成什么 坚固的 法财 坚固的 功德 先用这种方式去 想 然后慢慢练习 到最后呢 真的 没有什么 不能布施 所以菩萨 讲了一句话 三千大千 世界里面 没有一个地方 不是 菩萨舍 神之处 所以 那时候呢 我们看到这一段 真的很感动 说 菩萨怎么这么 厉害 这么慈悲 这么愿意去行菩萨到 没有一个地方 不是他舍神之处 那 他的这种精神 我们 没有办法完全做到 但是至少 看到了会怎样 很感动 说 哦 这个世间 大家都 很小气啊 是不是 每一个人都 唯我独尊 在这个世间 竟然还有人 愿意这样舍 愿意这样布施 愿意舍神 所以 这是佛陀呢 在这个世间呢 开始树立了一个典范 是不是 他教我们 心菩萨到 到现在呢 你看 过去生生世世的 这个舍到现在 成就了 佛陀的降生 你看 到最后 他是功德圆满的啊 所以他做的 这些事情 做完了之后 结果就是 欢欢喜喜的 到 各个 不同的世界 跟所有的众生结缘 是不是 那我们以前的不舍 结果到怎样 就变成 生生世世 还是在轮回 而且到哪里 都有什么 都有冤家 有没有 是不是 其实我们会跟人家 结冤结仇 不外乎就是 这些争夺嘛 是不是 你为什么伤害 我的身体 你为什么取我的命 你为什么占我的财 你为什么 把我的妻妾 把我的位置 给抢走了 是不是 我们要选举 不是就是在选那个 看谁要做最大吗 是不是 所以其实 就在那边 为了这个位置 为了这个 这个什么 这一点点的 小小的 这个什么 小力 是不是 然后呢 真的面红耳赐 而且怎样 怎样 最后大家 其实都没有人带走 还结了很多的冤仇 所以其实这个就 我们就看到 人家菩萨 是这样子选择 我们呢 我们开始要跟菩萨 选一样的路 是不是 这个世间再怎么乱 没关系 我们就 至少几个人 大家愿意 学佛嘛 是不是 学佛 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个 自己的终生的愿力 所以不管怎么改造换代 我们就是反正就 我们还是佛教徒嘛 所以 其实 即使这一生不是 圆满了我们的所有的菩萨行 我们至少也能够保证 我下辈子一定还是可以再学佛 是不是 因为我们这一生都这么认真的 你看力华已经念了两百 多少步 两百七十步了 七十几步 两百七十几步 这是什么奇怪的数字呢 你看我们正修 也是两百多步 这个世间 我们这一班已经好厉害了 谢谢你们转班到这里来 我们这一班已经有超过五百步的 华严精功德 怎么那么奇怪 师父还没有讲华严精 就已经在放光了 这是很神奇的一件事情 就是原来在这个世界上 还是有人可以不用管 这个儿女情长 还是可以专心一意的 一直在精进用功 是不是 所以我们在这个 发心的过程当中呢 其实我们只是没有去试而已 你看我们活了一辈子 是不是 六十岁以后才开始诵经嘛 对不对 六十岁以前 有没有想过人生可以这样 完全没有想过 没有想过 那我现在可以这样 你看我们现在开始做啊 试试看啊 给自己十年的时间 这前几天有一个人在那边算说 我们人生呢 税的三分之一扣掉 对不对 然后还有前面呢 还不知道自己人生要做什么 对不对 再扣掉 所以剩下没有多少时间 可是这个少少的 这个几年的时间 我们来聚焦 来做有意义的事情 什么样叫有意义呢 就是把这个有限的变成无限 就是它可以延续到下辈子 延续到生生世世 都做不成这样子 那个什么叫做不成 就是我们这些事情 东西吃完了 就消化掉了 钱财用完了 就用完了 身体用完了 这一生的身体 你也带不了到下一辈子 但是我们的法生会命 这个可以无限的延长 我们的清净跟智慧 可以无限的延长 哇 这实在是很值得 所以在这个地方 他讲为什么舍所难舍 难舍是因为 你不知道这件事情不值得执着 有没有 难舍 我说我舍不得 我舍不得 是因为你不知道你爱的东西 你要的那个东西 其实没有那么有价值 但是因为我们的智慧不够 所以你不知道 还有更有价值的东西 值得我们去追求 去交换 是不是 现在我们不是就用我们的命 来换我们的法生吗 有没有 法生是叫做会命嘛 智慧之命 所以有限的色生的命 来换智慧之命 送到一千步 说不定会开悟哦 有没有 是不是 那你说 那本来就有开悟的可能啊 只是我们怎么让自己的心 可以更明白 叫做一切智 所以发菩提心 叫求一切智嘛 那这个智可以无限的延长 可以无限延长 当当我们能够 你看 这个菩萨呢 他要投胎的时候 他为什么要展现出 他自己的过去生生世世 这一生又一生 那一生又一生 如果我们能够看清楚 自己的前世 无数的事 你这一生呢 其实会很清楚 你这一生要来完成什么任务 可是因为我不知道 我到底过去 是做了什么 所以我们这一生是不是 花了很多时间在问 我来这里干什么 是不是 然后 别人在做什么 我们也去试试看 别人读书 我们也去读书 读书是为什么呢 是不是 读圣贤书 所为何事 是不是 这古人在问 我们也在问 那你不问问题的 你就傻读嘛 是不是 很多人在不问问题 就哎 就这样 人家叫你读书 就读书 工作就工作 结婚就结婚 生孩子就生孩子 我就这样一辈子 可是呢 你会来学佛 一定是问很多问题 人生为什么要这样子 那到底我要来干什么 做这些事情的意义又是什么 所以你一直问嘛 问到后来呢 还要去问人家 听说有人知道前世今生 对不对 你去听了之后 他跟你讲的前世今生 也不一定是对的 而且你就是参考参考 也没有那么清楚 是不是 听完了 你还是不知道到底能做什么 因为我们生命很短暂嘛 一下子还来不及做什么 你就忙完了 有没有 忙完了 好 但是如果我们来 向佛陀学习 佛陀要来出生 他好清楚哦 他知道他要来做什么 他要来出生之前 他的妈妈的毛孔 就可以告诉大家说 哦 这个 这个小孩 来哦 他以前都做了什么 有没有 我们所有的现场的人 这个观众一看 哇 全部都很清楚 这个菩萨 是来怎样 行菩萨道的 他是来解救众生的 你看他过去每一生都做这些事情 所以他是来解救这个世间的 那我们呢 生下来的这个孩子 因为是你的孩子 所以你就不会去嫌弃他 可是他到底是来报恩的 还是来报仇的 是来做一个伟大的人 还是做一个社会的败类 其实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这个怎么样 所以有时候孩子生下来 哎呦 怎么性格那么坏 到底是像到谁 有没有 是不是 有的时候 哎呀 怎么这么乖 爱到这个疼到骨头里面去 是不是 所以 其实我们就不知道 我们因为不知道 所以呢 要花好多时间 错误的养他 是不是 大人不知道嘛 就乱养嘛 是不是 给他上最好的小学 给他读最好的书 给他吃最好的 最有营养的 给他过一个最好的生活 但是我们其实还是不知道 能够怎么养他 怎么教他 好 那如果你可以知道 他是要来做什么的 所以为什么有的人说 那个孩子养不活 就要送到庙里面去 因为可能你养到和尚 有没有 怎样 怎么养都不会活 有的是那个胎里树的 你吃什么他就吐 有没有 吃那个荤的 新的那就吐 为什么 因为那个就是 不是普通的孩子 那有一些过敏 那个树林的孙子 吃什么都全身都是 都是疹子 怎么会 怎么会这样 跟我小时候很像 所以他应该是要来走这条路的 就是反正就非常不适应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 因为你不知道你做什么 所以你要摸索 那也不一定有人可以告诉你 那我们自己不知道 会乱养 那孩子呢 自己不知道 就乱长 是不是乱长 所以走错路呢 这是 等到你回头的时候 其实已经来不及了 那这个菩萨呢 他就告诉我们 你看 他过去就是这样子 所以这一生呢 他来到这个 王公贵主的家 他来到摩耶夫人的 母胎当中 这摩耶夫人也不是 普通人 对不对 后面我们会看到 摩耶夫人更厉害 什么佛他都生过 是专门生佛的 那这个也是很厉害 好 所以这个就是 我们这个受生这件事情 他为什么会 可以这么清楚 表示 这是因为 这个菩萨是有智慧的 所以他的智慧 会让亲近他的人 也出现了一个殊胜的智慧 他也能够看到 看清楚 好 所以这个神变呢 神通是什么 神通就是从智慧而来的 叫做不可思议 超过你的思维 超过你原来能看到的 我们大概能看到什么 看到今年啊 你看年尾的 明年你要干嘛 干做什么 差不多就是这样过日子呗 是不是 我们大概只知道自己 明年大概 如果还活着 我们就再多念一点经啊 明年再参加多一点法会好了 是不是 我们就只会这样子 再多吃几顿好吃的 也不知道 没有什么特别的目标 那我们有没有这样子的 一个期待就是 我们好到这个明年 要到这个华藏世界去走一走 好像没有目前 以目前的科技还带不了 离不开地球 对不对 所以最多就是在这个球上面 转几圈 但不够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 功德力不够 愿力也不够 好那 227页 你看摩耶夫人呢 她说 这个入此原始 麒麟普现过去 所有一些诸佛入母胎时 所有的佛 他怎么出生的 这个也是一个很神奇 说原来不是 只有我们这尊佛这样生 所有的佛都这样子 好再来 227页的下一个 第八神变呢 她说 这个 其身出菩萨所住 摩尼宝王宫殿楼阁 他住在哪里 这个楼阁呢 非常庄严 好再来 摩耶夫人 入此原始 从其生出 实不可说 百千一那犹他佛刹 为成数菩萨 这个是 佛陀的伴侣 同伴 他菩萨很多 好再来 229页 要生菩萨的时候呢 就有莲花跑出来 就有莲花跑出来 好再来 二百二十二百三十页 莲花跑出来的之后 做什么 这个小太子就要出生了嘛 菩萨其身诞生 这个从哪里诞生 二百三十页的最后一行 菩萨从母邪生 身相光明 异父如是 好 这个地方呢 就有很多人说 这不可能 是不是 是不是 如果一般人 他就是从产道出生 但是产道呢 其实是在 这个我们这个排便的地方 就比较接近 就是其实是比较 臭惠不堪的 比较不清净的 那如果呢 是在 这个邪 又邪出生的话 然后就是 代表一个亲近 代表一个亲近 那再来 二百三十一页 最重要的是这个 菩萨生出来的时候呢 他虽然是出生 可是他不是小朋友 我们常说 小朋友什么都不懂 对不对 他不是不懂 他什么都懂 细以了达 一切诸法 如梦如幻 如影如相 无来无去 不生不灭 他不但知道一切 而且他还知道 一切有为法 如梦幻泡影 不生不灭的实相 所以 我们出生的时候 为什么什么都不懂 其实不是什么都不懂 是因为什么 其实是因为忘记 有没有 忘记 睡太久 是不是记性会不好 那我们在妈妈的 肚子里面睡多久 昏沉嘛 昏沉啊 所以你看 如果是十个月 如果你发烧三天 你就会觉得 头脑好像一片空白的 都没有办法运转 有没有 那你说 如果我们昏沉 是十个月 你看 当然什么都忘记啊 好像什么通通都变成 笨笨的 有没有 所以有一些老人家呢 中风之后 他会变成什么 他的脑神经受损之后 他的那个 整个状态 会回到小孩子的状态 那我们如果呢 能够免除这一个胎育 那可能我们真的 过去生生世世的 这些智慧 都不会忘记 所以我们现在 认真一点念经 念经让我们的 头脑清楚很多 有没有 这头脑很清楚 而且呢 常常看很多事情 你会胸有成竹 你会很清楚 可是你看那个 没有念经的 没有诵经的 他就站在那边 慌慌张张的 很烦恼 那同样的 如果我们现在开始 一直送到 往生的那一天 可不可以很清楚的走 可以 然后很清楚的 知道去哪里 现在还没想清楚 现在不知道要去哪里 对不对 因为现在觉得 这家人还蛮可爱的 这个说博士记还很可爱 师父还那么年轻 还可以多跟几年 对不对 我们的事情都还没有做好 所以还不可以 还不可以走 那前一阵子 有一个居士呢 就是说 说他要往生了 说他癌症了 又复发说 要跟师父告教 我说不准 你还那么年轻 我们的事情 都还没开始做 你这个好不容易 遇到一个 很好用的菩萨 他是什么 叫他做什么 他都不会起烦恼 叫他扫厕所 叫他整理库房 叫他做什么 他都不会起烦恼 他都会很愿意帮忙 好不容易遇到一个 好用的 竟然要走了 怎么可以 我说你不准死 赶快多认真 用功一点 念佛 送经 去发愿 去跟菩萨说 菩萨我很好用 因为我去新加坡的时候 有一个居士 他是癌症 这个癌症 得到癌症的时候呢 他就跟他的道场请教说 他要去修养 修养的一年 他听医生的哦 休息 吃东西 都很注意 很养生 然后一年后呢 还是复发 他说 我不听你的的 听了还是复发 所以他就跑去跟菩萨讲 去谈判 他说菩萨 我发心起来是很好用 你要多让我活几年 我可以帮忙做 很多很多佛法的事情 他就去跟菩萨讲 好 接下来呢 他就开始呢 去发心心 菩萨道 人家说 那你的癌症呢 不管他了 那当然只可以 如果你的心里面觉得 发心 修行是 比你的身体还要重要的话呢 那这个是可以 有可能会产生奇迹 但是如果呢 你说不管他了 结果还是去看 哎哟 菩萨我已经发愿了 为什么你还是 让我身体的指数这么高 那如果这样子 你就不要做这种事情 你要去听从医生的 所以你自己要 自己心里面要很清楚 那我们这个 这个居士呢 他因为对华言经有信心 而且喜欢修行 然后喜欢 他只是走错路 所以他就很遗憾 他说如果有来生 我要来当师父的弟子 说好 那我就说 这个基本上呢 我们不要 有来生才要做弟子 要这一生就要 做一个好的弟子 要让我们的生命 可以发挥最大的价值 所以你去发愿 发愿能做多少 就做多少 好 那身体呢 就要交给医生安排 好 那我们的法圣会命呢 交给菩萨 你要发愿 因为他一发愿呢 哦 再去检查说 癌细胞说不见了 不见其实暂时的 因为你不能说 太好了 以后都用这一招 其实因为 因为其实身体是这样子 他随时都在病变当中 我们的身上也有癌细胞 只是你 你的健康的细胞 超过癌的细胞 他不容易病变 所以我们的身心的状态 其实是一体的 你越发心 你的身心的 的这个平衡呢 能够让四大正常的运转 再怎么样运转 我们还是会衰老 是不是 还是会衰老 所以我们只是 维持他差不多的状态 然后用有限的时间呢 做无限的发心 好 那所以呢 其实在这个过程 哎呀 他就听了师父的这个话呢 他就说 好那我来发心 用功一下 那真的发心用功呢 我们要用用功来证明 佛法是真实不虚 因为当我们在念经的时候 诵经的时候 自己的心里面是很专注的 没有烦恼的 然后不要想东想西 也不要忧愁苦恼 甚至于呢 也不要起人忧天 那我们的发心呢 越来越觉得 这个诵华严经了 哎呀 真的不可思议 很殊胜 很欢喜 这么多的菩萨 连出身都这么不可思议 这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所以让大家呢 开开心心的诵经 而不要用那种 什么 哎呀 我欠你到底是 欠你几百步经啦 好了 念来还你啦 这种心情不太一样 所以这个 当他发心这样子来诵经的时候 我们想想看 如果我们现在开始 每天都是用这种心情来诵经 送到越来越清楚 平常越来越快乐 每天都很自在 到灵命中时 你会怎样 很清楚的 很自在的 没有惊慌恐怖的 好 带着你这一生的所有的用功 到下一生 你还是不会忘记 因为佛陀已经视线给我们看了 佛陀这个来投胎的时候 不是就这样吗 是不是 哎我过去做的什么事情 那如数家珍 他也不需要讲 他就展示给你看 是不是 所以呢 其实这是 哦 这是可以做到的 因为佛陀讲的事情 如果我们做不到 他不用讲给我们听 他直接说啊 不可能 就直接不可能 可是他既然讲出来的 表示我们也可以 只是我们自己告诉自己说 啊我不可能 是不是 我们自己先给自己 怎样 打否定票 那当然你就不可能 但是如果我们现在就开始做 经过这四年五年 我们已经从 以前完全没想到的状态 进入可以想的 有没有 以前不可能做这些事 竟然现在能做 以前没有改变的 现在竟然能改变 那既然可以改变 我们是不是就觉得 应该还可以再更进步 还可以再更增长 所以这个地方呢 就讲哦 在231页的时候呢 虽现出生 他已经能够了达一切诸法 所以佛陀在出生的时候 他讲 天上天下 唯我独尊 人间皆苦 无当安知 所以他可以东西南北 各走七步 步步生莲花 是不是 我们很简单的知道 哦 佛陀出生是这个样子 在这边就很详细 他连出生之前 他在母亲的肚子里面 就在放光了 为什么那个毛孔可以看到 因为里面都是光 所以呢 妈妈的肚子变透明的 透明的从那个毛孔 你就可以看到 哇 毛孔里面就看到菩萨在里面演戏 是不是 就像这个电影一样 一幕一幕一幕的 好 那再下来呢 这个神变呢 出生了之后 佛陀出生了 好 你看 善男子 当我见佛于此四天下 严福体内 南匹尼园 世线出生种种神变时 亦见如来于三千大千世界 百亿四天下 严福体内 南匹尼园中 世线出生种种神变 亦见三千大千世界 一一成中 无量佛刹 好 那亦见百佛世界 千佛世界 乃至十方一切世界 好 等等 如是念念 长无间断 好 所以这个佛陀的 出生的过程 南匹尼临神 他就怎样 见证 他说我当时 就是看到这个情况 重新再讲给 善才童子听 听到了 同时呢 不是只有 我这一尊 小太子出生 所有的佛 同时 也能够展现出 这个出生的神变 好 那他看到了 的时候呢 就是非常非常的欢喜 他说 善才童子说 大天 得此解脱 其以九如 他说你当时是怎么样 能够有这样子的书圣呢 你怎么能够 供逢其会呢 好 我们现在在看佛经呢 我们都很懊恼说 我怎么没有 供逢其会呢 都听人家讲而已 有没有 你看 他有发愿 他就可以供逢其会 我们呢 就是没有 足够的愿力 所以你看 我们就只能 听人家这样子讲 好像有这么一回事 好像很厉害 而且有的人还会 觉得这个就是神话 这一定是某人编的 怎么有可能 会有这种事情 所以你看 当我们用我们的意识心 去解读他的时候 那其实你就完全没有办法 体会那种叫做不可思议 好 那我们要怎么样能够 真正有不可思议呢 好 那现在我们在 宋华严经的过程 好 渐渐的让这个不可思议 出现在我们的心里面 最重要的关键就是什么 我要发愿啊 我有那个愿 然后愿力一发了之后 就有后面那个不可思议 好 不可思议 所以一次又一次的 这个 好 来发愿 然后一次一次的 启发我们心里面的 这个不可思议 好 那现在同时就问说 哎 他说 你你这个 这个自在的这种解脱法 是从哪里来的 好 他说 乃往古世 好 那 这个过去呢 有一个世界叫做 普保佛 好 普保世界 好 洁明月乐 那这个第一尊佛 叫做自在功德床 这个世界呢 有一个天下 叫做妙光庄严世界 妙光庄严世界里面 有一个王 叫做宝燕眼王 其王夫人 叫做喜光 这个世界的摩耶夫人 是毕卢遮纳如来之母 那个世界的喜光夫人 是第一尊佛的妈妈 好 就是 他就是当那个世界的摩耶夫人 好 那喜光夫人呢 将于诞生菩萨之时呢 好 也是 他那个时候呢 是精华园 好 这怎么跟那个 我们那个 明华园很像 可是他是精华园 好 喜光夫人呢 好 就生了第一尊佛 好 这时候呢 有一个儒母 叫做静光 那边 在那边接生 好 接生 然后呢 儒母呢 就是这个喂养 我们的这尊佛的第一个 第一位 这个儒母是谁呢 就是我 我就是那个佛的儒母 好 奶妈啦 我从事来念念常见 毕如 哲那佛 示现菩萨寿生海 他这个做了奶妈之后呢 他说 哎呀 我真的觉得 能够成为佛陀的 能够接到佛陀来出生 这件事情 真的是 我觉得最快乐的事情 所以他就发愿 他说 我要成为 可以迎接佛陀来 这个世间的第一个人 好 那乘着本愿力 念念于此三千大千世界 就能够怎样 能够看到菩萨的受生神变 好 所以他就一路以来 从那一次 开始呢 他就一直发这个愿 所以这个 蓝品尼灵神 他就是因为发愿 我要见到佛的第一面 我要接身佛陀了 好 来 239页 他说 我为之此菩萨 于无量洁片一切处 视现受生 自在解脱 看到一个出生 这么自在 我们通常都是看到什么 看到往生自在 没有看到出生自在 有没有 出生呢 就是我们没有看到一个 其实因为什么样 高生大德 我们见到的时候 都是老的师父了 有没有 老的师父 我们也没有 没有办法知道说 哪一个师父是投胎到哪里去 所以也没有办法去看到 哪一个大德出生 就这么自在 那 譬如说虚老子上 他说他出生的时候 难产 生不出来 他生不出来呢 后来呢 就有一个 一生一到 然后就跑到他家 结果跑到他家的时候呢 不请自来 就把那个 就是这个 这个妈妈的肚子 给他 给他这样 接生出来了之后呢 竟然是一颗球 肉球 那那个虚老子上呢 他是一颗肉球 这肉球出生 那这个肉球是什么呢 这肉球是不是 那个包胎 包衣 就是整个 整个全部拿出来 结果他妈妈呢 就 哇 看到这个 以为是怪胎 就往生了 所以 就是 很 惊吓 就往生了 所以 虚老子上呢 其实 心里面是 很 就是心里面 一直觉得 他的出生 让他的母亲 没有 没有办法 再继续 那个 就是没有报母恩 妈妈就往生了 所以后来才有 这个去普陀山 然后去 三步一拜 拜到五台山的 这个发心 他是43岁的时候 发心做这件事情 报母恩 那 那后来呢 那这妈妈就往生了 他就一颗球 在那边怎么办 就一生一暑呢 突然 就出现在他家 就把那个球 给他 把他剖开 里面就跑出来 一个娃娃 那个就虚脑上 虚脑上就是 很特别的 一个出生的状况 这是近代 我们 听到 而且他是亲口 讲的 他的这个 出生的状态 是这样 那他也是奇人 或120岁 当代能够活到 120岁的时候 几个 到120岁 在117岁 112岁的时候 他口述 他的一辈子 到112岁 都还能够 讲得这么清楚 你看 你看我们现在呢 不到60岁 就已经头脑 都记不起来了 有没有 现在到112岁 你看 还能够 哪一年发生的什么事 他说过什么话 他怎么样去跟这个 这个政府打交道 这样的巨细米遗 所以我们从一个 出高僧大德的身上 我们会看到 清除两个字 那个叫智慧 那个智慧呢 可以让所有的 这个人生呢 看得清清楚楚 不只是这一生 那如果我们能够再突破到 过去生生世世 100岁之前的事情 你也能够清楚 那就不得了 所以如果呢 我们能够去看到 一个菩萨的诞生 这么的不可思议 我们对佛法 就产生不可思议的信心 所以我们都只有看到 往生没有看到出生 而且往生的时候 我们都也不敢 在那边赞叹说 往生的真好 有没有 因为往生这件事情 对一般人来讲 就是哭都来不及了 所以你要能够真正的 也有很多人不敢 看人家往生 是不是 有没有人都不敢去 注念 有一次呢 有一个居室的妈妈 突然要往生 因为是突然要往生 我就跟学员说 走我们去注念 他说 没早点说 怎么没有早一点讲 我说 那没有早一点讲 那怎么有可能通知 就临时的 然后他就说 下次再早一点讲 下次早一点讲 不一定会去 因为他只是不敢 这一次不敢去 他也不敢去 因为刚学佛 刚刚接触 学佛学很久 你也不一定能够 真正的去 敢去处理这个生死大事 因为这其实是一个 比较沉重的议题 那如果出生了 出生大家会开心的不得了 那我们就是说 这个出生了 能够有这么多的自在 那也真的是很不可思议 所以如果有一天 我们能够 这个跟蓝品尼灵神一样 发愿说 所有的佛头出生 我一定也要供逢其时 那你看 我们可能就是 真的有可能会参与得到 但是是什么 天啊 龙啊 夜叉啊 前他婆 他们都有可能出生 就是人啊 人就没有办法看到 除非是这个奶妈 有没有 这个奶妈 这个角色 他就会在旁边 现在呢 这个也有可能怎样 这个爸爸可以进产房 可以看了 现在可以 那你去看看 你是不是生了一个佛 那你到时候 如果真的生了一尊佛出来 那你就不能舍不得 他要出家 你就要让他出家 是不是这样 所以他说 我发愿了 我要能够让所有的佛 怎样 能够自在的受生 我要去 能够护持到这件事情 然后他就从这里面去看到 原来行菩萨道 他有不同的角色 那这个南比尼灵神 他的发愿呢 就是来成就 让佛陀出生的时候 这个世间呢 就是一片的祥和 那当然也是佛陀 他的功德力 那他是供逢其会 我也要参与 然后我也要成就 那善才童子呢 他看到的这个 这南比尼灵神 他是非常的感动 他说菩萨的这种发心 连出生都这么的不可思议 好 那这边呢就讲 如诸菩萨摩和萨 能以一念为诸结葬 观一切法 以善方便而献受生 为什么他叫善方便 因为我们佛陀其实他可以无生嘛 是不是 他可以自在就出现了嘛 但是呢 他是要来娑婆世界 因为娑婆世界的 所有的众生都是从母胎受生的 所以他要视线 他要视线说 他也要在摩耶夫人的肚子里面 来怎样 也要做胎 也要住胎 要不然呢 人家就说他不是人嘛 是不是 他跟我们不一样 你会觉得他是神 那他就不是普通人 所以他要度我们的时候呢 他就要跟我们一样 那跟我们一样叫做什么 方便 那长得跟我们一样 也要有爸爸 也要有妈妈 也要有成长 也要有小时候 然后小时候呢 也要怎样 学习所有的记忆 然后时间到了 这个爸爸也要给他 许配一方太太 也要有太太 也要有小孩 这个叫做方便现身 好 那这个方便呢 是为了要度众生 在度众生 好 那下面呢 就有更殊胜的方便 240页 这个南品尼灵神 他就在介绍一位 叫做世种女 叫做瞿波 瞿波 他说你去问这个瞿波 说菩萨 云何于生死中 教化众生 所以下一位呢 这个瞿波呢 就是这个 佛陀的夫人 夫人 所以我们呢 等一下休息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佛陀的夫人 是怎么跟佛陀结为眷属的 看最后一个 就是叫做瞿波女 瞿波女 248页 这是对应第十法云地 什么叫做法云地 法云地的 这个地方呢 是第十地 第十地就是 这个佛法就像云一样 就像云一样 所以请大众呢 翻到第四侧 好 473页 473页 这个地方呢 其实最重要的是 因为 我们发菩提心 求一切智 就是 以圆满我们的智慧 为目标 那到了这个地方呢 那就是叫做 菩萨受大智职 就是等于是正式 已经受职位的 登位 登到什么地方 到第十地 这个地方 所以474页 金刚藏菩萨 摩赫萨 那他说 菩萨摩赫萨 从初地 至第九地 这个地方呢 就是 以如是 无量智慧 观察绝了 那 那 无量的智慧 在这个累生累劫的修行当中 善思维 修习 善满足白法 及无边助道法 增长大福德智慧 光行大悲 所以这个地方 就是用这个智慧呢 从初地到实地 去圆满它 圆满它 到475页 就是圆满的这个位 位赐叫什么 叫做得一切种 一切智智受职位 所以第十地呢 其实就是智慧的受职位 好 那 在这个受职位里面 就有百千三妹 下面有一切 一切的三妹 那这个三妹 476页 第三行 三妹献前 有莲花 莲花出生 所以我们说 这个莲花是什么 这莲花就是我们的心的展现 展现层层无尽的世界 好 477页 菩萨坐在这个莲花上 有无量的菩萨为眷属 这个无量眷属来做什么 就是 其实叫圆满的嘛 就是法云地 其实就是圆满 圆满的时候呢 整个世界都是圆满的 所有的眷属也是圆满的 好 那481页 这个是 整个修行到 好 到这个最圆满的境界呢 十方诸佛呢 同时在这个法界当中也圆满 好 所以他说 菩萨能行如是广大至行到受职位 适时 十方 无量 无边 乃至九地 诸菩萨众 皆来围绕 恭敬 供养 好 那来这个供养菩萨 供养这个法云地的菩萨 那这个法云地菩萨呢 他其实就是归什么 归法王了 就是受职嘛 受什么 受如来的这个职位了 好 那智慧是等同于佛陀 所以他第一个就要怎样 就要得到受祭 就是你是佛了 好 来486页 所以他的这个智慧呢 好 就是什么 就是以如上上上 如是上上觉会 如实之众生的所有的 这个页要如何转变 如何化度 如何化度 如何变化 这个化 有变化的意思 有转化的意思 到487页呢 好 那这个智慧 是有维系的差别 然后呢 这个智慧呢 就是如来的智慧 不管是时间还是空间 他现在在介绍 什么叫做一切智 那这个一切智呢 其实有包括佛的智慧 有包括度化众生的智慧 所以一个叫做根本智 一个叫后德智 根本智就是直气真如的智慧 就是我们自己自信真如 念念不离真如本性 然后后德智呢 就是菩萨在度化众生的时候 如何善巧方便 有很多的 有很多的维系的智慧 好 那到489页的地方 有了这样子的智慧之后呢 就是什么 就是无量的三昧跟解脱境界现前 好 491 491页 他这边比较 他说所有的十地的菩萨里面呢 可以做什么 可以成就最大的功德的 就只有第十地的菩萨 好 其他呢 都还没有这么殊胜的一个发心 所以用法云来形容这一地 好 来形容这一地 好 所以492页 这里最后就讲 事故此地名为法云 好 所以说 这个能够对 一切的世间呢 产生了殊胜的安定的功德 就是这个法云地的菩萨 好 那493页 此地菩萨 那于一念间 能于己如来所 安受摄持 大法明 大法照 大法语呢 好 就是 这三个功能 第一个就是 法明 第二个叫法照 第三个叫法语 所以就像太阳一样 好 这个世间的光明 就是因为 佛的智慧现前 好 那法云地的菩萨 这个智慧 一切智就可以让一切 世间有光明 第二个就是 所有的烦恼 就是无明黑暗 那透过这个智慧 就可以照 照破 然后再来呢 法语 法语 普润 然后大法明 大法照 大法语 是无量无边 所以其实在这个地方呢 就在讲 四百九十五页 所有的法明 法照 法语 三世法杖 皆能安 能寿 能赦 能持 事故此地 名为法云 可以叫做法云地 然后这个菩萨呢 以自愿力起大悲云 正大法雷 通明 无谓 以为电光 以为这个电光 福德智慧 而为密云 所以其实这个地方呢 就在讲 法云地 是什么概念 就是最高境界 所有前面出地到九地的功德 全部齐极 乃至于杜众生 不管是自立或利他 都是到最殊胜的这个地方 好 那这是法云地的一个介绍 那我们来看 在第八册 跟他对应的这个法云地 是这个瞿波女 是二百四十八页 二百四十八页 这个善才童子 他渐渐地回到哪里呢 到这个嘉皮罗城 嘉皮罗城 就是这个佛陀的故乡 好 那这个里面呢 有一尊 有一个神 叫做无忧德神 来迎接善才 就是快要到的时候呢 就有一个神呢 带着大众来迎接善才 二百四十九页 就迎接的时候就赞叹啊 说忍者啊 你修这个罚门 实在非常非常殊胜 所以只有王才有办法 就是得到大众的迎接 有没有 所以这个地方呢 法云地呢 代表这个善才童子 他的角色呢 已经要功德圆满了 所以现在神呢 就亲自出来迎接他 那二百五十页 二百五十页的倒数第三行 他就讲说 这个神就说 你不久当成无上果了 那圣才童子说 圣者如相所说 愿我皆得 你前面赞叹我的这些 殊胜的功德呢 我都希望 我可以圆满 圣者我愿一切众生 习珠热闹离珠恶业 生珠安乐 修珠尽行 二百五十一页 他就 圣才童子就跟这个神讲 他说 如果我看到众生 有起了烦恼心 那就好像是自己的孩子一样 是不是 所以呢 我就会希望能够赶快成就我的道业 来广度一切众生 好 那再来呢 二百五十一页的最后一行 他讲 他说菩萨 为什么会 这个 这么祈求自己赶快成就呢 他说 其实不是为了要自己 不是为了自己 不自为顾 而求一切智 不贪生死 诸欲快乐 不随 想导 见导 心导 朱节 随眠 爱见 利转 不起众生 种种乐 想 亦不畏浊 诸 禅定乐 非有障碍 体验 退转 助于生死 就是 当我今天来修行 是为了自己的快乐 我们最多就是不要玩了 是不是我不玩了 是不是 那我这个修行 修到很障碍 我如果当初呢 为了快乐而来修行 我修行当中产生的不快乐 就会阻碍我继续修行 好 因为我们就会想 招谁惹谁 有没有 是不是 我是为了快乐而来修行的 那我现在修行不快乐了 所以我就会不修行了 他会成为我们 退道的一个因缘 所以他在讲 如果你今天呢 我们想修行的时候 是为了自己 不想修行 也是因为自己的关系 就会很容易会放弃 好 那所以这个叫做 想导 就是 你就自己想的嘛 是 所以有的人说 师父 我觉得 我可能 想要来跟你出家 我说 那你的那个想 也有可能会 不想 不想 对不对 所以不是想或不想的问题 所以这个地方呢 想导 见导 心导 我们有太多太多的颠导 自己都没有发现 所以刚开始的修行 很开心啊 每天每天都觉得 好像在跟佛陀呢 这个一见如故 每天都喜欢用功 然后慢慢慢慢久了 为什么会厌倦 这下面就讲 他说 随免爱见利转 是不是 好 不起众生种种种乐想 亦不畏着诸禅定的 非有障碍 疲厌退转 助于生死 所以你看 我们有时候呢 就是厌烦了 诵经也不过就如此嘛 布施也就这样啊 法会每次都差不多啊 是不是 第一天 很新鲜 到了第十次呢 到了第一百次呢 度众生呢 度度度 刚归的时候 感动到不行 我怎么竟然皈依了 我是佛弟子了 有没有 请教我法什么 是不是 那等到呢 这个第十次 人家会说 你要不要皈依 我已经皈依太多次了 不用再皈依 就会有这个问题了 我们有没有像 初初见到佛法 初初听闻到佛法 初初见到佛一样的 哇 感动 在无始生始当中 无量的流转当中 找到一线曙光 那等到我们 每天都在晒太阳 就是还嫌太阳太热 有没有 所以其实 这个就是我们的修行 不能成就的原因 因为你永远都只有 想到你自己 那怎么办呢 菩萨呢 但见众生于诸有中 聚受无量种种诸苦 起大悲心 以大愿力而普射去 就是我们的用功 不是为了自己啦 就是能够利益大众哦 所以刚刚呢 我们有一个居士呢 他说 他说 我这个拿到了一套华严金 我从第一个字 念到最后一个字 念完了 念完了 我就说 赶快赶快加入我们的群组 不用不用 不用加入群组 那有时候我们会以为 加入群组就是一个 好像绑契约 好像被人家归到某一个团 其实不是 是不是 为什么加入群组 因为在群组里面 我们有一个功德回向 我们不是只为自己一个人用功 我们还可以回向给一切众生 不是只有回向给自己的家人 还有回向给我们累生累劫以来的家人 你只是不认识他了 是不是 这一生没有在你身边 不表示我们多生累劫来 没有这个姻缘 是不是 所以我们希望呢 愿助世间长安隐 那不认识的 可能未来会认识 有没有 我们在30年前我们也不认识 20年前我们也不认识 是不是 那甚至于一年前你不认识 甚至于昨天之前我们都不认识 但是现在已经开始认识了 这就是一个姻缘的一种不可思议 所以当我们今天有这样子的心的时候 哎呀我们自己用功 他不是只是为了自己的 你会更长久 是不是 所以他这个地方讲 看到一切众生 还有一个众生还在受苦 你这个修行就不能够停止 你的用功就不能够停止 好所以呢 巨瘦无量种种诸苦 是不是 好 所以那个时候 那个丽华呢 帮妈妈 妈妈在安养院的时候 她就代替妈妈送花烟金 是不是 妈妈现在已经圆满了 往生了 她还继续在代替她 是不是这样 好 那你可以说 妈妈都往生了 何必再代替她送 也是需要啊 好 是不是 你看怎么有这么好的 这么好的妈妈 生到一个孩子 就帮她念这样 是不是 所以刚刚有人问说 哎呀我的妈妈呢 不认识字 她也能念吗 可以 你可以帮她念 认识字的帮 不认识字的念啊 是不是 所以 这个很殊胜啊 所以我们看到一切众生 每一个众生都需要 殊胜的一种心理状态 那如果她不受苦的时候呢 她就有那个慈悲心 会现前快乐的心 所以以大愿力而普摄取 悲愿力故修菩萨心 为断一切众生烦恼 为求如来一切致志 为供养一切诸佛如来 为严禁一切广大国土 为敬致一切众生 要欲及其所有身心诸行 于生死中无有辟焰 所以到这个阶段呢 善才同时 她的心已经是不一样了 她前面就是学 我想要行菩萨道 那我要怎么学 她就会问这个问题嘛 现在呢 她已经要到圆满了 所以她知道 原来菩萨的发心 什么叫发菩提心 她就是 所有的一切发心 就是为了要 让一切众生得度 那她就行了这个菩萨行 好 253页 圣者菩萨摩赫萨 于诸众生而为庄严 令生人天富贵乐固 为父母 为其安利菩提心固 为养育 令其成就菩萨道固 为为为为护 令其远离三恶道固 所以她说什么 所以菩萨摩赫萨呢 她跟众生的关系是什么 可能菩萨是她的 众生的妈妈 爸爸 菩萨是众生的什么 这个养育者 我们有生的 有养的 是不是 那养 养众生养什么 养她的菩萨心 养她的菩萨心 所以这个地方呢 这个菩萨的角色呢 在这边就是 其实她就是我们 在行菩萨道的过程当中 有很多人在你的身边 她在成就你的菩萨心 可是她有她不同的角色 还有她不同的身份 所以这个是一个 很殊胜的一个因缘 所以当我们知道呢 我们身边都是菩萨 我们也是别人的菩萨的时候 我们在这个互动的过程当中呢 就是其实就在成就 自立跟立她的功德 254页的第三行 圣者菩萨如是修诸行时 令一切众生皆生爱要 具足法乐 好 而时善才童子将生法堂 他就生法堂了 要做什么 他进入这个法堂呢 要找谁呢 要找那个谁 瞿波女对不对 要找瞿波女 256页 这无忧德神呢 他就知道这个菩萨 他是善才童子 真的发菩萨心 所以无忧德神就赞叹他 在升堂的时候呢 就一直不断的去赞叹 而时善才童子入 普献法界光明讲堂 周遍推求 彼世世女 257页 结果这个曲波女 在做什么呢 他在说法 他在法堂里面 坐在狮子座上 说法 狮子座上说法 然后 在258页 曲波女 他说 他见到曲波女 他说我发菩提心了 那请曲波女 请这个 这个大德 能够为他开示 好 259页 259页 曲波女呢 就讲 善男子 如今能问 菩萨摩赫萨如是行法 修习 普贤诸恨愿 能如是问 是不简单的 那菩萨呢 要成就什么 成就实法 则能圆满 因陀罗网 普至光明 菩萨之恨 所以这个地方呢 叫因陀罗网 有没有 所以因陀罗网 是什么 就是泛网 泛网就是发光的 这个网 光光相照 互相交织 所以整个世界 全部都是这个网 然后我们现在有 internet 有没有 所以这个有一个居士 他就发起了一个 网络公司 说要帮所有的 那个到场 做网页 他就叫做 因陀罗网 这样 很不错 叫internet 这个翻译也是 刚刚好 很好 很发心 那然后呢 他说 这个因陀罗网 就是大家的智慧 全部串联 串联在一起 好 那菩萨呢 要怎么样能够 把智慧跟智慧串联 我们现在也在做这个 智慧串联的事情 他说 第一个 依善知事故 得广大圣解故 得清净欲乐故 及一切福智故 于诸佛所听闻法故 心恒不舍三世佛故 同于一切菩萨行故 一切如来所 互念故 大悲 妙愿 皆 清净故 能以智力 不断一切诸 生死故 所以其实 第一个就是 有善知事 我们互相是善知事 有同行善知事 有这个 互持我们的善知事 然后有带领我们的善知事 有医子的善知事 好 然后呢 我们又 一起在佛陀的 坐下听法 我们现在是宋华严经 其实就是佛陀在教我们 好 学法 那 诶 这个智慧呢 就会在 诵念的过程 学习佛法的过程当中 就会开显 好 就会开显 好 那这个是 瞿博女 他就教 这十种方法就是 诵习 多文嘛 学习佛法 好 261页 若菩萨 清净善知事 则能 静静不退 休息出身 无尽 佛法 所以到这个地方 还在讲善知事 很重要 所以他已经到法云地了 他还在讲善知事的重要 有没有 文书菩萨一开始呢 请善才童子去参访什么 就参访善知事 好 到最后呢 他还在讲善知事很重要 那什么人是我们的善知事 我们会不会是别人的善知事 所以我们要常常去 现在去观察这件事情 是不是 有智慧的人 他处理事情 或者是他来帮助我们的时候 他就会有不一样的 这种展现 那我们自己呢 在学习佛法的过程 也要常常有善知事 来互相成就 所以若菩萨亲近善知事 则能精进不推 但是 我们这个路走不下去的时候呢 善知事会叫我们怎样 继续走 那个是二知事 是不是 我们这一次带了几个 我们的几个法师 跟两个老太太 我们的会长 其实七十几岁的 然后我就没有考虑到 他的年纪 我们 那个 就是去那个 那个行走 其实还蛮辛苦的 就自由行 自己走很远 然后呢 我们的那个法印就 走到半路突然说 已经一万步了 我就听不懂 他在讲什么 我就想 嗯 这是什么 啊 好棒哦 一万步了 很棒哦 他说 师父我今天的运动量够了 可是我们才走一半呢 所以呢 等到呢 回到那个hotel的时候 啊 已经呢 这个超过两万步了 然后每天 每天哦 我说明天会好一点 明天行程没那么多 其实我们每天都两万步 所以我们才去四天哦 就也做了走了一什么 八万步 然后这两个老太太 竟然完全一点 一点那个抱怨都不能 不敢讲 都不敢讲 那个这个善知识这件事情 是很有趣的 就是我们其实没有考虑到 会累这件事情 就是我们要把事情做完 那会累吗 还没做完就不能累 好 是不是 还没做完就不能累 那问题是 我们常常是因为累就不做了 对不对 好 那当我们不要做的时候 我们就不敢讲 我们是因为累 所以我们会找很多的原因 来让我们不要做 好 就是那个皮厌 皮厌 其实是我们自己皮厌的 所以我们就会说 啊 那个人很很坏 我们不值得度他 啊 这件事情呢 那么多人都阻碍我们 表示呢 啊 这个困难很多啦 好 再来呢 我们就会遇到很多的阻挠 会来告诉你说 诶 你真的是什么 不用继续下去 那当你不能坚持的时候 谁会是让你继续坚持那一个 那个就是你的善知识 所以有时候呢 我们其实不一定会碰到有人鼓励我们 其实我们最大的善知识是我们自己 我们常常会在进退两难 到底要做不要做 要做不要做当中 会在那边考虑很多 其实考虑这么多 最后还是要做的话 那考虑的那个时间是不是浪费 应该要把时间拿来想怎么做 而不是来想要不要继续做 是不是 好 所以善知识的功能呢 他讲什么 他就是来告诉我们哦 第一个 亲近善知识能精进不退 就是不退这件事情呢 是很需要有刚刚好 有一个天使地利人和 让我们坚持 好 我们找很多很多理由 来支持我们继续下去 好 否则呢 我们不继续下去 多好的法都没有用 那个方法都用 都拍不上用场了 好 所以所有的 十波罗蜜里面呢 其实就是坚持很重要 智慧不够哦 顶多就是做久一点这样 有没有 就是慢功出息 我做很久 然后效果不太好 但是呢 不精进的话呢 没有办法成就 什么都没有办法成就 懈怠不会成佛 没有不小心成佛 是不是 懈怠一定不可能成佛 但是呢 只要精进的话 什么方法 什么法门都有人成就 好 所以 其实很多人 他其实不知道说 啊 这个 其实什么方法都可以成就 所以他不知道这个道理 他只有 会一直去找 最好的方法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最好的方法 所以有的人就会说 师父 我跟你说 有一种咒 那个大悲咒 你这样子念 一天念一百遍 一百零八遍 这样子太慢了 有一种咒 一念下去 大悲咒会变成千万遍 他说有一种咒是 真的有一种咒是这样 他说那个是念千万遍 那我们就念那个咒就好了 大悲咒就可以 一百遍变千万遍 那华言经呢 就是念完一遍华言经之后 就念那个咒 然后华言经就可以回报 一百步 是不是这样 可以吗 可以啊 你可以回报啊 你随便回报 但是事实上 你一步一步 一个字一个字念 跟你一次把它 呈上一百遍 那个感觉 是不是不一样 你可以报啊 随便你报 反正也没有人在抓 你是不是谎报嘛 是不是 但是事实上呢 其实 我们去想说 我们做的很多事情 如果不够纯粹的话 您做一遍是散乱 做一百遍也是散乱 做一千万遍还是散乱 那何必 就是去算那个数字 是不是 所以 所以呢 其实我们在想 好 很多人想要找捷径 但是成佛这件事情的捷径是什么 你这么快跑到终点 然后呢 你要不要去访问一下那个佛 你这么快跑到终点 那请问佛你在休息吗 有没有 其实我们在想 那成佛之后做什么 成佛之后没事干的吗 不是 成佛之后 其实佛陀 他还是在做这些事情 有没有 好 那而且你看 观世音菩萨叫正法明如来 他早就是佛了 他为什么还要变成菩萨 从零开始做呢 这表示 成佛这件事情呢 是你初初开始 初发心的时候 他就是一个什么 他是一个 一个无止境的状态 不生不灭的状态 所以没有开始 没有终点 那你何必要在这个量上面 去说这样子比较多 或这样比较快 所以其实这个叫纯一无杂的概念 就是这样 好 所以一级一切 一切级一的概念 其实就是这样 就是当我们的心到经的时候啊 他其实就是没有前没有后 始终如一 好 始终如一 那始终如一呢 其实你在凡夫心是一 到成佛的心也是一 心跟佛是没有差别的 好 这时候呢 你就不用去管说 哎呀 我是初学佛 还是我是慢学佛 其实初学佛 有初学佛要面临的功课 因为你对佛法都没有信心 所以你要养成你的信心 那学佛学很久的 也会有一个功课 就是很多事情开始厌倦 那个疲验心开始 很多人说 哎 所以学佛三年 学佛十年 什么佛在天边 我想说 你这个如果跟佛陀比起来 无量节以来 你才十年 你哪有算老餐啊 是不是 也才刚刚开始 有没有 是不是 那有很多人的 那个疲验的 那个周期更短 可能一年 他就人就不知道去哪里 他觉得 好无聊了 有没有 就是那个疲验这件事情呢 其实只是 我们的懈怠的习气在作祟 好 那当我们真正的发起 那个精进的时候呢 哎呀 你会发现 你每个阶段 都有每个阶段 会让你继续走下去的 因缘 那个因缘就是你的三知识 好 所以 所以呢 说菩萨呢 那十种法 他就会有这个 善知识的一个因缘 让我们精进不退 休息出身 无尽佛法 尽就是没有结束的 没有结束的 好 那佛子 菩萨以十种法 成是善知识 那十种 第一个 于自生命 无所顾惜 所以前几天 把那个 那几个老太太 这个托了老命 也没有在管的 为什么 他就是要护法嘛 他这次出来 就是要护法的 所以师父你要去哪里 我们就是挺到底这样 也不敢讲 回去再泡脚就好了 所以这个真的 于自生命 我就看到 原来 这个团长很重要 如果他是跟着旅行团 那个导游一定被他骂到臭头 但是因为呢 这次团长是师父 一句都不敢坑 无所顾惜 这个这件事情是好事 那表示呢 我们如果选走对方向 走菩萨行这件事情 大家在累的时候呢 会因为不敢 因为这个师父他还在做 所以以前我们在脑上的坐下 休息 我们都很惭愧 为什么 因为我们到半夜了 好累哦 师父都还没回来 是不是 最忙最累的就是这个老人家 所以呢 一个师父在前面冲 我们所有的人都觉得自己不够精进 没有加班费也不会怎么样 也不需要去课诉这样 有没有 因为我们其实就是一个典范 就看到呢 善知识的这种发心 那我们自己呢 当然就会觉得自己不算什么 算不了什么 好 于是乐聚心不贪求 就是你这个世间的快乐 你已经越来越没有觉得需要了 好 所以呢 当我们说要去逛逛啦 要买什么 要逛什么 不知道要去逛什么 去买什么 也没什么东西要买的 对不对 好 是不是 所以你说 现在快过年了 过年是不是要办年货 去看有什么好办的 其实也不知道要吃什么啦 是不是 所以过年期间的最好 就是跟着我们去乐山闭关 我们要去那个打坐 打坐的时间呢 什么都不用准备 就只有日中一时 是不是 然后呢 就在用功精进闭关 要不然你过年呢 就是吃吃喝喝而已嘛 大家看一看哪个红包 后面呢 就没有事 然后又过年的电视又特别无聊 是不是 然后要不然就出国旅游 人挤人啊 因为你要出国 人家也要出国 所以这很无聊 最好的方式就是赶快来报名我们的闭关 我们只有给出家师傅 但是如果呢 你真的过年期间 你就不想要这些应酬 你愿意来我们那个山上闭关 我们开放几个名额 赶快来报名 还不会被家人追杀的都可以来 是不是这样 那个很多人在那边投笑 其实你们 我都知道你们不会报名 所以就开放很多名额 这个是虚的 是不是 其实每天每年都诱惑你们 让你们知道有多惨 好 那 于智生病无所顾惜 于是乐聚心不贪求 知一切法性皆平等 就是到这个地方呢 你就会知道 世间出世间 其实都是一如的 精进的这个状态呢 其实是什么 就是你的心到了平等法界 好 那你在所有的众生的面前呢 你的心对所有的人 其实是要平等 所以我们快要过年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就要赶快练习平等心 否则你就在世间 你就其实迎来送往 有一个居士呢 他说他每次到过年 就开始起烦恼 有没有 为什么 又是这一些婆婆妈妈们的事情 然后又都是这些亲戚 那当然就是很难得 当然有人是很欢喜的 那很期待的 有人呢 也因为这么多的人的聚会 心里面很烦恼的 那不管是欢喜还是烦恼 都是要过年啊 所以怎么办 所以赶快把华严经念一念 念让自己的心保持平静 去面对所有的这些 迎来送往 那你就会过一个很好的年 所以至一切法 信皆平等 所以有的人呢 学佛学得很喜欢清静 就很烦恼这些 人情世故 有的人呢 哎 这是心里面没有依靠 他就是 好 就是期待这些 好 所有的聚会 好 所以 于一切 知一切法 信皆平等 要到平等 永不退舍一切志愿 观察一切法界实相 心狠舍离 一切有海 知法如空 心无所依 成就一切菩萨大愿 常能视线一切岔海 尽修菩萨 无碍之伦 好 所以呢 原来呢 这个供养善知识 你听到善知识 那听到善知识怎样 哦 这是我的善知识 我赶快买一些东西 给他吃 好 是不是 好 然后呢 带他去玩 然后呢 哎 哦 这个不是 这个不是用 用这个方法来供养善知识 不是 什么叫做 大家念完了之后 知不知道 大家怎么样供养善知识 怎样可以让 你说 啊 师父 过年快到了 我是不是要对你 有一些表示 我说很好 那真正 我们要报佛恩 我们对佛陀 对感谢嘛 佛陀是我们的善知识 那你要怎样才能够报佛恩 佛陀怎样才会最开心 好 是不是 所以这边就在讲 教我们怎么样来成事善知识 好 原来呢 要弃悟空性 原来呢 自己的智慧 好 要现前 原来我们要舍离这些 所有的熟念 原来我们要慈悲的对待一切的众生 这就是报佛恩 原来不是你说啊我把最好吃的通通给佛吃 不是 好有没有 好原来就是要最精进用功 所以你看我们是不是要过年前 我们就是精进用功 好 报佛恩 要春夏秋冬 现在是冬天啊 东安居啊 要过年了啊 要除备来年明年的资粮啊 是不是 好要拿什么来供养啊我们最爱的三宝呢 好那就是精进用功 所以东安居的时候就要特别精进用功 好那过去的一年如果不够用功 那现在赶快补啊 好那过去的一年你如果觉得嗯还蛮用功的 那现在可以再更加加码用功是不是 好为什么要过年了 我们储备粮食如果储备的够的话 还可以怎样 还可以分给你看分给别人有没有 要不然你看家里面有几个在用功 还不是派代表 是不是我们都很孤独耶 就是整个家就只有一个人在用功 不像树林家已经有三个人 四个人在诵经的呢 好好有没有 可是进度还是很慢啊 年轻人不能逼呢 好你跟他多逼一点 他说我又没有要这样 好是不是 是不是 所以他们的进度是很牛步的 还要看心情的哦 所以还是一个人很用功 其他还是不够对不对 那除非呢 这个整家都是在那边拼金 那只有什么 只有我们华言法会才会看到这种 奇怪的这个原道大家族 所以大家都是在那边拼了 那这个其实是一个很殊胜的一个意愿 当我们用功的这个资量非常非常足够的时候 而且还有多 你是不是可以分给很多人 是不是我们要多用功一点 分给自己的家人 要不然都不够用 自己都不够用 你看怎么办 你说师父 你叫我先生 叫我孩子用功 你都叫不动还叫我 你是不是 自己都叫不动了 你都嫁给他一辈子的 你还叫不动他 你看 是不是 做牛做马的 结果还是叫不动 所以呢 你看 因缘这么深的都叫不动 叫我孩子 孩子是你生的 你自己都叫不动 还叫师父 他说你是哪位 是不是这样 真的 所以他这边 这边就讲说 叫我们要 真正的在法上 要精进 真正的精进 将此身心奉承差 事则名为报佛恩 好 所以 原来是如此 所以当我们呢 自己在行菩萨道的时候 你觉得很累啊 很苦啊 诵经觉得很累很苦 你就想 哇 我这样子诵经 我可以来供养一切众生 然后就可以报答佛恩 你就会觉得 再怎么辛苦 你都可以忍耐下去 可以继续拼命下去的 继续用功下去 继续忍耐 不要忍耐啦 因为娑婆世界的人 就是忍耐 有没有 再忍耐下去 你还是会在娑婆世界 要升级 对不对 要觉得很欢喜 所以 因以此法 成事以切诸善之事 无所为逆 好 那这个瞿玻女呢 她就是 做什么 发云地的功能呢 就是供养一切众生 让佛法就像云一样 可以供养一切众生 好 来 265页 这个释迦渠波 他就说 我成就什么 观察一切菩萨三昧海解脱门 那这个三昧海解脱门是什么 其实 就是所有的众生啊 到跑到哪里去 有的呢 修行修到哪里 好 你都能够明白 好 那前几天我看那个清静道论 这个清静道论里面讲了一段 清静道论是南传的 在讲修禅定的 他就讲说我们在修禅定 修到后来 会启发这个六神通 有没有 就是启发神通 第一个他心通 然后 就对这个他心通很有兴趣 因为我们在华严经里面 也有讲到他心通 在宴会地的时候呢 菩萨就有神通 第一个神通就是先神足通 他可以到他方世界去度众生 然后接下来呢 就有天眼通 就可以看到众生到哪里去 然后呢 就在看这个南传的六种神通 有没有跟我们不一样 就一看 他就讲他心通呢 那一段呢 其实就是 《华严经》里面讲到的那一段 这个众生有烦恼 他如实之众生有烦恼 这个众生离烦恼 如实之众生离烦恼 然后最神奇的是什么 这个他心通啊 这个他心智 是由天眼智而引发的 原来我们要天眼通 天眼通我们就是可以看到众生 死此生彼的原目标 是希望能够度他 而不是想要偷窥他的秘密 有没有 是不是我们以为天眼通就是 偷看到人家在上厕所 看到谁在偷钱这样 不是 其实菩萨的天眼通就是 哎呀 这个人 在诵经的时候呢 他的心里呢 是光明的 所以 他是清净心在念佛 他就能够知道 他的心是什么状态 叫做他心通 然后他就继续讲 他说 当我们有天眼通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众生的身上是有光的 这个人有烦恼 他的那个烦恼呢 会让他的这个气是一片黑暗 就黑黑的 所以当他呢 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他有烦恼 他就是黑气 然后当他呢 离烦恼的时候呢 他就是光明的 那当他这样子的去观察一个众生的时候 其实我们 也有一些人是可以知道的 譬如说 中医师 看气色就知道 哦 你现在是什么状态 有没有 好 所以其实叫气血 气血 那我们自己在修行的过程 我们只是观察力不够清楚 好 否则 如果你的家人哦 今天的心理状态 不太好的时候 你其实也知道 诶 你是不是心情不好 有没有 你是脸呢臭臭的 有没有 是不是 脸的臭跟脸的香 是不是看得出来 好 但是只是有些人的心哦 藏得比较深 好 所以当菩萨呢 有这个他心通的时候呢 其实是因为他的智慧 能够观察入围 好 所以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 诶 他是相通的哦 就是如实之 好 如实之 好 那这个三昧的境界呢 也是 当一个人的智慧 到最圆满的时候呢 就可以观察到众生 死此生彼 在哪个地方 他要不要求处理 所以为什么呢 众生的心 一动 菩萨就能够感应 有没有 众生心水限 菩萨引现中 有没有 所以菩萨的心 一起心动念 一念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 怎样 应念得解脱 有没有 好 所以其实这个就是什么 就是因为菩萨的智慧呢 他已经能够怎样 他说 入此解脱 知此 娑婆世界佛刹 为成数捷所有众生 于诸去中 死此生彼 作善作恶 受诸果报 有求出离的 有求 有不求出离的 有没有 所以 你说有时候呢 刚开始 我们刚出家都说 你为什么不出家 有没有 都会叫人家出家 现在都不会问了 因为一看就知道 不会出家 是不是 所以我们每次呢 就是都说 师父 你都叫利华出家 我说因为我一看 他就是不会出家的 蒙蒙 有没有 重重善根 有没有 师父会一直叫你出家的呢 你就是 都没有那个出离心 给你重重善根 让你考虑一下 考虑一下 重一个善根 说不定有一天 真的会 是不是这样 因为不求出离 有没有 不求出离 因为只有他 我敢这样讲 其他人下次就不来了 有求出离 有不求出离 有没有那个出离心 就是很明显啊 一看就知道啊 对不对 好 那正定 邪定 所以有人修离定 有的人修的是邪定 修定呢 有的人修到怪怪的 有没有 这个神色不对 好 所以真正呢 一个 这个禅修哦 要修离定哦 真的要有什么 要有智慧的人 你才能够引导人 去修离定 为什么 因为离定 一修下去呢 一不小心呢 走错路很危险 好 所以在家里面呢 有的人说 哎 为什么在家不能打坐 其实也不是不能打坐 就是你打坐静心 但是你如果真正要闭关的话呢 一定要有人护关 一定要有人教你怎么做 一定要有一个明眼的 能够看到你的状况不对劲了 好 让你出来 要不然有时候有一些境界 你出不来 好 所以有些人在家里面呢 很喜欢修一些法 这个法呢 很殊胜 的确也是 那很殊胜 可是如果你真正的 要拼生死的话呢 真正要修 这个禅定 圣生禅定 那一定要有这个 善知识的引导 要有正确的一个知见 好 所以这个地方呢 菩萨呢 他说 我已经成就观察一切的境界 有正定的 有协定的 还有不定的 有烦恼的 有没有烦恼的 是不是 有烦恼善根 无烦恼善根 什么叫做有烦恼善根 什么叫无烦恼善根 这个有善根对不对 可是呢 我们有没有人 很有善根 可是他还是有烦恼 一边起烦恼 像我们就是这样很典型 一边洗洗脸 这个 大家都不用工 这还是要用工 有没有 大家都不精进 这还是要精进 所以我们每年 办法会都是这样 就是 怎样 为什么要办这个法会 其实我们出家人 每天都在闭关 每天都在用工 哪需要办法会 办法会是办给谁的 其实办给大家的 是不是 大家没有空 对不对 平常很忙 所以呢 我们的法会呢 才要办六日 有没有 六日呢 有的人就是不行 为什么 因为六日呢 就刚好是家庭日 要办六日 就是刚好休息日 是不是 所以呢 平常呢 叫做工作日 工作日又休息日 那到底哪一日 要休息呢 就没有时间休息 所以我们每次呢 每年办 就一边念 就是为了这些人 办这个法会 办到我们呢 是也很忙 可是呢 该来的都没有要来 有没有 是不是 就是这些我们平常都很用工的呢 这不该来的 早就已经在用工的 那早就在这边用工 那何必呢 何必又办一个这个法会来用工 就是要给那个平常没有空用工的来用工 不是就这样吗 你看我们就这么抱怨了这么多年 还是照办 是不是 为什么 因为总是呢 都会捡到那一两个 真的在这个时候呢 救了他以命 过了一关 逃了一劫 这样 所以其实 这个就是什么 有烦恼 又有善根 一边度众生 一边抱怨 哦 这么难度 可是那不要度 还是要度 有没有 所以一边用工 一边转 一边用工 一边转 修到最后呢 这个善根呢 就纯一清净 哦 就是没有烦恼 所以呢 这个就是 具足善根 不具足善根 不善根 所设善根 善根 所设 不善根 有没有 好 如是所及 善不善法 我皆之间 所以有的人 你说他有善根吗 哦 他对师父是很好 可是呢 他也没有善根 哦 他会怎样 哦 会 这个 会干扰 修行人 会执着 执着师父 有没有 所以 有时候呢 他来这个地方呢 来道场 是来护制佛法的 可是有时候 他来道场 来制造烦恼的 有没有 这是 有善根 可是呢 他还是会怎样 会被他的那个 邪见 所牵动 那有的人 很邪见 可是你说 他没有善根吗 他还是有一点善根的 对 所以 这个 这个大家 其实就是缠在一起 但是你就要能够了解 什么人要用什么方法度 什么方法 可以度到什么人 这个就是很难 不容易 所以 又彼节中 所有诸佛名号次第 我昔了之 彼佛 世尊从出发心 即以方便求一切智 怎么样来求一切智 怎么样来修行 怎么样来成诊 等正觉 怎么样度众生 我昔了之 所以这里叫做如实之 这里的智慧 就是如实之 来 268页 不只是佛的 菩萨的也是 独觉的也是 声闻的善根 也都是 我都如实了之 好 268页呢 此娑婆世界 最后一行 此娑婆世界 敬畏来 寄所有几海 辗转不断 我皆了之 娑婆世界的 这个整个世界 它会怎么演变 我都能够了解 好 那再来 271页 它在讲这个 解脱门 能够如实之 然后到中间这里 它说 我此时解脱 能知一切众生 心形 能知一切众生的 杂染清净等等 这个我都能够明白 所以其实就是 如实之的一个 功德智慧 好 再来 272页 善财同志说 他说 圣者 请问啊 这个到底 你是怎么样 修到这个法 你去哪里学来的 其久如嘛 好 那现在 曲玻女要讲 他以前的故事了 他说 我在这个往事呢 有一个世界 叫做五位世界 好 那有一个天下 叫做安寅天下 这个八十个王城 中 有一个最高的 最棒的王城 叫做高圣树 这时候呢 这个王呢 王的名字 叫做财主 好 这财主 财主王 这个王有六万个 财女 五百个大臣 五百个王子 每一个王子 都非常非常殊胜 好 273页 这个财主王的太子 叫做威德祖 这一个太子呢 是世界上 没有人说他不庄严的 就最好看的 然后呢 你看他在形容他的 这个庄严呢 其实就是佛陀的32项 他有40尺 他有手足凭正 这个就是佛陀的32项 下面这一段 好 那这个太子呢 具有32项 所以他是佛 他是佛的相好 长得像佛 长得就是佛的相好 世界上最庄严的人 274页 这个威德祖太子啊 他出游 与十千财女 到香牙园游关 太子适时 呈庙宝居 坐在车上 大家通通知道 太子出游 所以全部都来护持 全部都来围观 从来没有看过 这么庄严的太子 所以太子出游了 275页 大家都围观啊 然后也有人供养啊 其中呢 有一个人啊 275页的最后一行 有一个人叫做善献 她是一个女人 她带着一个小朋友 童女 叫巨竹妙德女 这个巨竹妙德女 就是巨竹妙德 她的颜容 她的声音 还有她的整个气质 非常非常的庄严 然后呢 她就看到这个 巨竹妙德女 她就看到了太子 看到了太子呢 好 276页 倒数第三行 心生爱然 而白目言 我心愿得 尽是此人 若不遂情 当自殒灭 她就跟她的妈妈讲 她说 我要嫁给她 我要嫁给太子 这个妈妈呢 说什么 她说你是谁呀 你怎么配得上太子 你是谁呀 是不是 陌生此念 这个人是王 是不是 三十二相 她是佛 她是王 那将来呢 她是会当王的 你怎么有可能 你是平民 你是平常的一个女孩子 一介女子 你凭什么 想要去嫁给王呢 是不是 她的妈妈就这样讲 好 那这个女孩子呢 她怎么说 她说 我如果没有嫁给她 我就会死 这样 有没有 好 这女孩子呢 这个是爱上一个 不能 不该爱的人 怎么办 好 所以呢 二百七十七页啊 这个妈妈 她其实这样子教女孩子不好 对不对 这个妈妈说 我们这种卑贱的 但是因为在印度啊 那个年代 他们那种时代呢 其实就是种姓制度 所以呢 大家就觉得自己的身份是不可以 不可以去奢求的 是不是 但是这个女孩子呢 她就是下定决心 下定决心呢 她一定要嫁给这个人 她要怎么办 她必须要提高她的福报 有没有 提高她的福报 这个太子应该会看上她 对不对 好 是不是 好 那个人就很聪明 她先去拜拜 她去见佛 来 二百七十七页的第三行 比香牙原侧 有一道场 好 那这个叫法云光明 道场 有一个如来叫做圣日生 她其实已经成佛七天 那这个童女呢 在睡眠当中的时候梦到佛陀成佛 那佛陀成佛七天 竟然没有人知道 结果这个女孩子呢 第一个知道 有天上有人告诉她 告诉她说佛陀成佛了 有一尊佛成佛了 你去见她 好 所以呢 这个妙德同女呢 她就梦到如来 梦到如来 闻佛功德 其心安应 好 然后呢 她就 有一种殊胜的勇气 她去见太子 她去见太子 梦到佛 佛陀在梦中 加持她 她见到佛陀 然后智慧增长了 福报增长 她就去见太子 去毛遂自见 妈妈你阻止我 不过没关系 我毛遂自见 自己跑去太子面前 她说什么 278页 倒数第三行 我身最端正 明文片十方 智慧五等轮 你如果相亲的时候 这样讲 可能人家都可以轰出去 说了自己 包自己 自己 那个 这个 善达诸功巧 自己这样 包奖自己 但是因为她就是 实际上 她就是有这样子的功德 她不是炫耀 然后呢 大家都喜欢我 偏偏 我不会喜欢 我只喜欢你 是不是 我心不与彼 而生少爱欲 无称亦无恨 无贤亦无喜 但发广大心 利益诸众生 我今见太子 聚诸功德相 齐心大心庆 诸根贤月乐 哇 真的是太殊胜了 她说 我看到佛陀 我看到太子了 我觉得你就是 跟我可以匹配 为什么 因为我的程度 我的智慧 我的记忆 还有我的福报 其实当一个人呢 真正知道自己是谁的时候 你真的就会有这样子的自信 有没有 我配得上任何人啊 是不是 应该要这样子啊 所以呢 不是等人来爱我 是谁能够值得我爱 是不是这样 所以呢 她说 我看到这个太子 只有你 配得上我 哦 还有人这样讲哦 你看 这个人不是佛的话 其实很难 因为他就是 真的了解到平等 在那个世代 在那个社会的价值观当中 他还觉得自己 就是一个 可以跟太子平起平坐的人 是不是 又不然以身份 的确啊 他的妈妈说 我们是平民 我们是贱民啊 我们很卑贱啊 这个社会地位 让我们自己 对自己有一些标签 所以呢 这个地方 他说 我就觉得 我这个智慧 福德 都跟你是相当的 而且我相信 你的愿力 一定跟我的愿力一样 因为一个人呢 可以看这个气度嘛 三十二项 都是因为怎样 要广度众生 才会有这个三十二项 好 然后呢 他就形容他自己 然后形容他自己 这么棒 然后呢 他为什么会看上太子 他说 因为太子你有三十二项 所以我们要把三十二项 背熟一点 你才会找到真正对的人啊 有没有 那个鼻子要长怎样啊 那个佛 你不知道 你就把佛像拿来对照一下 你就知道了 你看他下面就讲 我观太子生 辟弱真经相 易如大宝山 向好有光明 目光 眼睛是 宽广的 这个人的心胸是宽广的 好 就大眼睛 有没有 好 然后 诶 干青色 这个颜色是透明的 干青 像海水一样 湛蓝 月面 这个脸是 好像月亮的 狮子夹 这个地方鼓起来 好 叫鼓起来 那个狮子夹 好 这个是像好 犬骨嘛 犬骨 好 好 那他这样子讲 还有舌头 还有说话 他的音声 那 这个就是 他说 太子 你有这些像好 好 那我希望呢 你可以 看一下 好 可以看一下 好 那 太子呢 就问哦 他说 你是谁 好 你有没有 许配给人 好 你是 你有没有 许配给人 你的父母亲 谁在照顾你 为谁守护嘛 你如果 已经许配给人的话 我不可以 我不可以 夺人所爱 你看 这太子很有修养 古时候皇帝 看到喜欢的 就抢了啊 是名女 是不是 是 你就 就是所有的人 都要服侍他 但是这个太子 很尊重 他说 如果你已经 属于某人了 你就 就不可以 好 好 辱身及清净 功德相聚主 我经问于辱 辱于谁所住 辱 谁为辱父母 辱今戏属谁 若已属于人 比人 色受辱 二百八十一页 他说 如果你已经 许配人的话 那那个人来 照顾你 我就不会 再对你有 非分之想 好 接下来 很严格的哦 他就问哦 你有没有 持五戒 有没有 辱不到他物 辱不有害心 辱不受邪淫 辱依何与住 你的口业清净吗 是不是 你会不会说 人家是非呀 会不会讲 那个粗鲁的话 好 那 不说他人恶 不坏他所亲 好 就亲 不坏他所亲 就是不会两舌啦 因为有时候 我们看不顺眼 人家很好 就挑拨离间 好 有没有 好 所以你不要跟他好 你要跟我好 因为他都怎么样 怎么样 这是说坏话 不亲他境界 就是不会去侵犯他人 不予他会怒 不生邪险见 不作相为业 不宜产趋利 方便狂世间 哇 你看 用五戒来衡量 这个人是不是他的良配 接下来 有没有孝顺父母 好 最重要的是什么 有没有学佛 我们上礼拜有一个年轻人 去上 去参加法会 然后我说 上上礼拜 你为什么 下午就不见人影 他说 报告师傅 因为我女朋友来 我说 那你完蛋了 你为什么不叫你女朋友 来参加法会 他说 他说他还没有 那个心理准备 我说 那你怎么办呢 你以后如果要跟他 在一起的话 你不是就不能来到场的吗 他说 我也没办法 这样 真是没用的家伙 是不是 你就度不动 人家就被人家拉着走了 怎么办呢 他喜欢学佛 喜欢学佛 结果女朋友一来 他就追着女朋友跑 人家不想来学佛 那他只好跟着被拉走了 这个怎么办 但是女朋友就已经能够控制他了 那个以后当太太就更严重了 所以一定要先问清楚 他说 尊重父母否 尽善知识否 有没有 会尊重有德之人 还有有没有慈悲心 见诸贫穷人 能生涉心否 会不会想要照顾这些人 若有善知识 会是于如法 能生坚固心 就尽尊重否 是不是 爱要与佛否 这个很重要 免得呢 这个修行 这个修行本来 这个结婚之前 还可以修行 结婚之后就不能自由 怎么办 了知菩萨否 所以他就问 说三宝你懂不懂啊 然后呢 你的这个修行 这个非常重要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其实这个太子 他的心不太一样 他没有一定要 走入世间的 这个家庭 他有他自己的怨心 所以当有人要来跟他成为伴侣的时候 他要问清楚 好 那282页的倒数第二行 女母为其太子儿说送言 这个妈妈呢 看到我这个女儿竟然就是这样子给她冲过去的 哇糟糕 怎么办 来赶快来帮忙讲话 的确这个妈妈是 是这个是照顾她的嘛 因为太子也在问 谁照顾你嘛 谁照顾你才可以调查身家啊 这个孩子怎么长大的 他有没有孝顺父母 问妈妈最准 是不是 好 那太子如音听 我今说此女出生即成长 我要告诉你 这个孩子这一路怎么长大的 这孩子不是普通孩子 好 你看 好 他说这个姻缘呢 这很神奇 他跟太子呢 是同一天 太子始生日 急从莲花生 好 其目尽修广 知节西剧主 我曾于春月 游观梭罗园 普见猪药草 种种皆容貌 其树发妙花 望之如庆云 好鸟香鹤鸣 临间共欢乐 所以他说 太子生的时候呢 是莲花化生 很庄严 所以我就去 去看 太子的那个莲花池 有没有 然后呢 那个莲花池里面 哇 非常非常的 殊胜 那个兰品遗元嘛 那么美 然后呢 笔圆里面 有一个浴池 叫做莲花床 另外有一个池 叫莲花床 我鱼池和座 财女 众围绕 这个莲花池里面 突然出现了莲花 涌出 涌出的时候呢 诶 怎么那么奇怪 那个莲花 跟一般的莲花 不一样 还有放光 结果放光里面呢 诶 这莲花里面 出现了一个育女 诶 所以这个女孩子 是跟佛陀 这个太子是 同一天出生 在另外一池 有没有 另外一池的莲花 诶 出生了 这个女孩子呢 她其实不是普通女孩子 这不是我生的 是莲花生的 好 那接下来呢 她说这个 这个莲花女很庄严 身上呢 也是很清净的 好 285页 这身上放光 手上 身上有香味 嘴巴也有香味 好 第二行 此女所住处 常有天音乐 好 所以呢 这应该不是普通人 好 应该一个 是一个菩萨啦 又不然 怎么会有这种现象呢 所以不应下列人 而当如是偶 世间无有人 堪于此为夫 所以真的 的确 很多人呢 来求情 真的都配不上 好 唯辱向盐生 愿垂见纳寿 什么非常易飞短 飞出易飞 身高啦 不是 长短 通通都刚刚好 这刚刚好 还有呢 她的这个文字算术 哎呀 这个实在 这女孩子呢 知识非常的广博 好 然后呢 还会了解兵法 以后当你的夫人 可以帮你打仗 善了诸兵法 桥段重征颂 能调 难可调 愿垂见纳寿 然后呢 你看 这个女孩子呢 不只是 男重会的 这个工桥技术都会 女重会的 这个女工 她也都会 还有音乐 歌舞都会 哇 这实在是太完美的 有没有 好 所以呢 这个妈妈呢 就来帮她说亲 287页 最重要的是什么 最重要的是心很慈悲 好 心很慈悲 喜欢修善法 然后若见于老病 贫穷在苦难 无就无所依 藏身大慈悯 好 那 还有 来倒数第三行 见有功德人 要观无厌主 尊重善知识 要见离恶人 女人里面呢 这一个是最棒的 其实真的是很配 配得上太子 好 那问题是呢 这个太子呢 听完了这件事情呢 他要怎样 好 他要回去报告 他的父母啊 所以呢 好 那个太子呢 在进 进香牙园 就进香牙园 要报告他的父母之前呢 他要先跟 这个女孩子讲清楚啊 我已经听了你妈妈讲的 我也听了你所说的 你自己的状况 但是我要让你们知道一下 我的状况 好 你如果不知道我的状况 你贸然嫁给我 以后 好 这个好话要 坏话也要说在前面 对不对 好 我不是一般人 我的想法不是只是 单逆于一个家庭而已哦 我要普度一切藏身 所以他就讲哦 他就讲 善女 我去求阿鸟多罗三秒三菩提 所以进未来季 我都是要修菩萨行的 好 我发愿我要修菩萨行 受了菩萨戒 我要生生世世行菩萨道 所以呢 这是我的心愿 这是我的心愿 好 那289页 菩萨行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布施 好 你将来属于我的一部分 你也会被我布施出去 好 你能够接受吗 是不是 国城 妻子 西街布施嘛 那你现在成为我的妻子 但是有一天我会布施你哦 好 你要把自己布施出来 你可以吗 所以289页 他说 第三行 当舍一切物尽未来进行谈波罗蜜 令一切众生 普得满足 衣服饮食妻妾男女 头目手足如是一切 内外所有西当舍师 无所另喜 当于耳时 辱获于我而作障难 失财物时 辱心另喜 失男女时 辱心痛脑 割肢体时 辱心忧闷 舍辱出家 辱心悔恨 你会吗 是不是 我将来要出家 你怎么样 抱头痛哭 你竟然搞我棒三 是不是 是不是 都不负责 是不是这样 那还是 那如果我要把 我们的孩子 要布施出去的时候 你舍不舍得 我要把我自己 布施出去的时候 你舍不舍得 我要把我们的 所有的财产 捐出去的时候 你舍不舍得 是不是 我们有很多 夫妻行菩萨道 就不同步 有没有 每次来供养都说 师父 不要让我先生知道 结果没多久 他先生说 师父 我这个供养 不要让我太太知道 我说这夫妻两个有问题 互相都不要让对方知道 他表示什么 师父 我们没有感情不好 要尊重一下 尊重什么 就是没有共识 没有共识 所以呢 这个一开始 我们就要怎样 这个财务是共有的 所以我们要有共识 对不对 那要先讲清楚 我将来通通都是要 怎样 给众生的 给三宝的 都要布施的 那你如果心里面有令习 那你不行 你现在还是先停止 你的念头 我们不要继续走下去 免得到时候呢 又说了什么 不好的话 心里面起烦恼 还毁谤三宝 更糟糕 好 所以这个太子呢 就说 这是我的目标 童女接受吗 童女说 这也是我的目标 是不是 你如果没有跟我讲 我还要先跟你讲 有没有 是292页 292页的中间 他就讲啊 无量解海中地狱 火焚身 若能倦纳我 甘心受此苦 无量寿深处 岁身如围尘 若能倦纳我 甘心受此苦 受什么苦啊 受什么苦 受当时你要离别嘛 你到时候离别 那为什么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因为当我今天在这个 累生累劫的修行 当中呢 我现在要归依于佛 其实就跟 就是就像现在 他现在要怎样 要嫁给这个太子 是一样的心情 好 所以其实他就是 想要归依佛 但是他 因为现在 在那个时代 没有这个叫做归依佛 也没有这个女众出家 这件事情 那他如果能够呢 能够嫁给这个太子 他就等于是什么 归依佛 因为佛陀已经归依佛了嘛 好 所以呢 若能倦纳我 与我为主者 你就是我的主了 所以我就可以归依佛 我可以行菩萨道 好 所以依附于你 你就会带我行菩萨道 好 所以生生行私处 愿长 以我私 好 所以你看 这个童女啊 实在是太了不起的 她说 我要修行 可是我不知道要 我要去哪里舍身 所以我要找一个 愿意布施我的人 来怎样 好 来把我布施出去 好 所以这个愿长以我 是把我拿出去 当布施品 也很殊胜 所以 为敏众生苦 而发菩提心 既以赦众生 亦当赦受我 所以呢 她说 其实我早就想要这样子 其实我最想的就是 我嫁给你之后 你就可以把我 给成就了 是不是 以前呢 那个虚老上 在的 就是 那个年轻的时候呢 因为她的父母亲 怕她出家 所以 很早就怎样 给她许配了两房 媳妇 对不对 结果呢 新婚日啊 她根本就没有在新婚 就在房间里面做什么 先讲好 我是要修行的 你们两个也就跟着我修行 所以三个人就在房间打坐 你知道 就在那里面 静修犯恨 然后呢 结果这两个女孩子呢 就想说 哎呀 我已经嫁给这个人了 这个人竟然是修行的 这样也挺好的 所以呢 就变成她的徒弟呢 三个人就在那边 用功打坐 然后行乡跑乡这样 然后就过了半个月 过了一个月 然后就过了好几个月 父母亲呢 就是想要生孩子嘛 要有孙子 怎么都没有办个消息 后来呢 一打听 差点昏倒 原来根本就 没有 没有 没有真正结婚 就是在那个 就是都在用功 都在修行 但是呢 这其实是很殊胜 加设尊者跟那个 他的夫人也是 就约好 我们现在是奉父母之命 必须要结婚 要有这样子的形式 可是其实 我是想修行的 你也是想修行的 太好了 那我们结为眷属 大家变成同餐 道友 一起修行 好 那结果呢 这个 这个耶稣陀罗 这个 这个世总女 他也是这样子 跟佛陀说 其实我早就是这样子 想法了 所以这个就刚刚好 搭配起来 好 那太子呢 他就听到这件事情 就觉得 嗯 那既然这么殊胜呢 也是很不错 好 那最重要的是什么 最重要的是 293页的时候 来第六行 第五行 他说 我曾经梦到佛陀 佛陀成佛了 已经七天了 最重要的是这一段 就是他已经见到佛陀 佛陀呢 加持我 所以我才 有这样子的勇气 有这样子的肯定 因为佛陀等于是 肯定我这个想法 所以他在梦中 为我磨顶嘛 所以我才会来跟你谈这件事情 那谈了之后呢 诶 这个非常殊胜 要不然我们一起去见佛 我们一起去见佛 得到佛陀的应可 得到佛陀的见证 那太子一听到 诶 真的呢 因为口说无凭啊 你说的跟我说的 虽然现在是一致 说不定到时候 你只是一个方便善巧 就是先架了再说 到时候再翻脸 是不是 所以 这个 太子一听到呢 这个如来的名字 诶 很殊胜哦 我也要去见佛 所以呢 诶 这个 其女 与太子 怎样 就是说 那我现在呢 就开始要怎样 要见到 要见佛 要见佛 就两个就一起约好 要一起去见佛 好 296页 太子与妙得女 就去法云光明道场 下车了之后呢 就见到佛陀 好 297页 太子与妙得女 就供养的佛 供养的佛 佛陀呢 就为他们说法 开示 好 那 妙得女啊 在那个时候 298页 第四行 他听到了这个佛法了之后 就得到三妹 叫做南圣海藏三妹 好 与阿鸟多罗三秒三菩提 永不退转 好 那这样子呢 已经约好了 对不对 已经见佛 先见佛 好 所以回去呢 就报告 他的父王 好 报告他的父王 就跟他的父王说 好 299页 他说报告父王 其实他们没有报告说 我们要结婚了 不是 他报告父王 我们去见佛了 佛陀刚成佛 好 结果最神奇的是什么 299页 这个父王呢 一听到 这个佛陀成佛了 他也没有管那个太子 跟旁边的那个 侍总女怎样 在那个地方 这个国王就 马上冲冲冲冲去 见佛啦 好 所以一听到佛陀 有佛陀了 好 赶快就把王位给 马上传位给太子说 再见 我要去见佛了 这样 好 怎么会有这个王呢 实在是太殊胜了 所以呢 他就去出家了 这个 三百 三百叶这个地方 有没有 辩舍王位 寿与太子 灌顶器以与万人聚 网易佛索 去的就不回来了 要不然他何必把 这个王位传给太子 就是没有准备要回来了 就要出家了 然后呢 这个王出家了 太子就变王了 所以 尔时如来 以不思议自在神力 就为这个王开示 三百零一页 三百零一页 说 这个太殊胜了 三百零一页 他就去见佛陀 佛陀为他开示 佛陀一开示呢 三百零二页 这个父王就想 我如果在家 我就不能够有 正德如是妙法 所以呢 他就发心出家 结果佛陀说 很好 随意一字之时 为什么 因为他来的时候 就已经准备 没有要回去了 有没有 王位都已经给太子了 所以他来这个地方 佛陀就知道 他准备好了 就让他出家 所以财主王就出家了 出家了之后 很快呢 就正到了三妹 然后就弘法 好 来 三百零三页 三百零三页 在第四行 太子呢 就变王了 就变王了 他就做什么呢 他就用正法注释 用正法来制释 他什么叫正法制释 所有的人民呢 通通怎样 学佛 通通修行 通通断恶修善 通通来供养佛 好 那你看 这个是太棒了 因为他的发愿 就是要怎样 要行菩萨道 当王就能够行菩萨道嘛 所以你看 刚刚去供养完佛陀了之后 他回来就登基 登基了之后 他就可以用他自己的心愿 去治理这个国家 然后呢 最重要的是 他的父王呢 还不是因为老了 不得不把王位让给他 还是因为他要跑去修行的 有没有 父王跑得比他快 好 那结果呢 他就行菩萨道 来度一切的众生 那这个是这个当时的一个记载 305页 曲波女说 来 这个太子是谁 就是释迦摩尼佛 这个财主王是谁 宝花佛 宝花佛 然后呢 这个宝花佛啊 现在就是在东方弘法 东方弘法 那最重要的是什么 哎 这个来 306页 最后 一行 彼时女母善献 就是现在我的这个妈妈 善慕 好 其王眷属经如来所 众慧事也 现在都在修行 好 来 307页 他说那我是谁呢 他这边有想 佛子 佛子 其妙德女与威 威德主转伦圣王 以四世供养圣日生如来者 我生事也 有没有 就是那个妙德女 就是我 好 这个曲波女 其实就是那个妙德女 好 那 那既然是这样的 那曲波女就是谁 就是那个耶稣陀罗 这耶稣陀罗呢 就是 为什么我这一生又嫁给佛呢 原来我这生生世世呢 都一直是嫁给佛的 好 有没有 他就是这个 这当时呢 就是这样了 而且还自己去 去茅遂自荐 好 是不是 耶稣陀罗也是这样 好 其他国家的这个王子呢 都来提亲 太美了 又有才华 他就是呢 谁都看不上 但是他看到的那个佛陀 他在佛陀有射箭嘛 他们不是都比赛嘛 射箭 哇 一箭的物穿过那个 射得最远 还可以这个 这个表现出最勇猛 他一看呢 耶稣陀罗就说 我要嫁给这个人 我什么人都不嫁 我要嫁给这个人 这耶稣陀罗呢 如果早知道呢 他当时嫁的这个人 是后来的佛 也不知道会不会嫁 是不是 就是应该要会嫁 因为他是有月地的嘛 所以后来呢 耶稣陀罗呢 他就成就了这个佛陀去出家 佛陀出家成佛之后 耶稣陀罗跟小孩也都来出家 也都来出家 这个罗侯罗也出家了 所以呢 哎呀 要当眷属还真的是不简单 第一个 才德要兼备 要能够齐等 门第呢 哎其实也不是很重要 但是心性是很相似的 好然后呢 也都要发一样的愿 好然后生生世世呢 都是一个很好的眷属 好很好的眷属 那这是这个 瞿波女啊 也是 其实也是有大有来头的 她在这个法云地耶 法云地 好那我们下一次 再把这个后面这个法云地 还有等绝庙绝 后面还有好几个 这个非常殊胜的 因为我们的上才童子呢 要见到弥勒菩萨了 还要见到普贤菩萨 那我们今天呢 就讲到这个地方 来我们来回向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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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